这个这个是退休证 产权不产退休证 医保证 身份证 我这哪样我家都有 不是咱们都那啥 有个那个 互相都有个信任 真是芝麻开花 节节告呀 别人相信要扯药房要捡 咱大妈相亲啥都不要 只要俩人好好过日子就行 如此恩爱的相亲节奏 的确值得提倡呀 这个公园 商店市总能看见你 总能看见我呀 哎呀大姐好大姐好 你好你好 这你 你也是跟他们打篮球的吗 我们这些队伍的议员 不是我看你们这岁数 都得60多了吧 还有90 还有90呢 哪呢 那两个老头走了 有90的 75 这个披打 铺块披打麻将好 跑不动了 算了 70了 累了 70了 再做年轻不行 刚见面咱红娘就一脸佩服 毕竟咱大爷生龙活虎的 一点不像70岁的老大爷啊 又是打篮球 又是去旅游 这骨子尽头 连很多年轻人都自亏不如呀 年轻时候呢 再去下头打篮球 有时候踢足球 什么排球啥都有 我是好运动 在每年我都上三亚去 上那去游泳 从小就在松花江边玩 从小就游 没事 先那姜 没事你先接 哎姑娘 喂 喂爸你在哪个西门呢 他说这个有两边两个西门呀 这个有个公务厕所啊 往左拐 要说人情是故啥的 咱大爷可谓是十分通通 还没见到咱大妈呢 都已经开始预定饭店了 这真是兵马一动 粮草先行呀 按照这个节奏来的话 不管对方是什么性格的大妈 咱大爷都可以随意拿捏 老小区90年的房子 这房子太老了 我过两年找不动了 准备换一个 这房子多少平 这个不到五十千 不到五十千 47.51 这是放的这是啥玩意呢 这是练拳的 平时在家里面打的拳机吗 有时候玩 这是都是姑娘买的 这个麻将机 我退休以后 姑娘觉得我没意思了 给我买个麻将机 找你们同学来玩的 带着我 带你玩吗 基本上不这么玩 就是我一帮同学 都愿意上我这来 喝点小酒 打点小麻将 喝喝小酒打打麻将 那我这一瓶 这是喝酒啊 我就中午喝 晚上早晚都不喝 高兴了二两 平常也一两半吧 一两 烟一天好像得一喝 一喝多 烟得一喝 烟得戒 烟肯定戒了 哎呀能戒啊 这还没能找老 我还没说找老伴 就再去说要戒烟了 不是这个 孩子给我送酒 不给我送烟了 虽说咱大爷的屋子 比较小 可麻雀虽小 五脏俱全呀 又是麻将机 又是拳机 要说咱大爷 也十分有经验 上来就表示 马上要戒烟 话说这主动程度 超出了咱红娘想象 两段 第一个就是驴 那时候 我们总处外夜 在野外施工 他在家 就犯错了 咱就不想说过去了 就我们分手了 现在孩子 这么跟我好 这就说啥 这个事情不愿我 离婚两年不好 我们俩才分手了 一说起曾经的婚姻 咱大爷也是满脸的无奈 毕竟谁都会犯错 可前妻却错了下去 后来又怕女儿 跟着受委屈 所以就独自拉扯女儿 长大 如今女儿 也是失业有成 是时候操心自个的晚年生活了 一般就行 咱不要求太老 第二个身体 第三个性格 性格要好 我不想找强词的 我喜欢那个什么 性格开朗一点的 性格开朗一点的 再好运动一点的 那天看电视 我这是刚从海南回来看电视 还有那个辛苦的 我这是没看就片段 我看他在那个打太极拳 长相我就看了一点挺普通的 说着我也普通人 是不是 他也挺普通的 我就觉得啥 主要是性格好 我看他太一拳打得挺好的人 性格一般都挺好的 你要真正想过日的人 你就应该找你对的人 单纯追求年龄的大小 年轻漂亮 并不一定适合你 我这个人比较想实惠 咱大爷的三观 可谓是十分清醒 都这个年龄了 想找票的合适的 可谓是河南到湖南 南上加南 所以他从性格和兴趣 爱好入手 毕竟有共同的爱好 那相处起来别有一番风味 我那拿着身体健康 就是非常重要 其实哪管就是 每天走走步呢 这也是一种好的习惯 人活得我觉得 尽可老死别病 第一次上节目的时候 是你相中了大哥 你知道吗 这鬼是啥 是你和你金大哥 相亲的记者播了之后 有一个大哥就相中你了 大哥这个岁数还打篮球呢 身体老好了 身体一定是不错 年龄也合适 大哥觉得就各个方面 都觉得挺相中的 然后就想见一面 那谢谢他了 高看我了 高看你了 那咱见见吧行不行 就是今天是你当主角了 好不好 走吧 你觉得那个 蛮管的啊 蛮管有 咱几个苹果 这苹果 但是这季节 不是那么太好了 买条 把俩西纹没事的 就他嘎嘎 行行 好 给你拿保证是好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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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咱大爷一样 在人情事故方面 两人都是彼此彼此 虽然大妈处于被动方 可人家也没有空手来 连送的水果 也是精飘细血 这无疑再次增加了大爷的好感 他就看你节目 就一直跟我念叨 就是说的 哎呀 那大姐辛苦啊 年龄多大的 什么打太极的 都记得可清楚了 我是刚学 我有个同学 在那教我们 太极拳 那个什么 二四十 二四十八 还有什么五步拳 什么八段锦 对八段锦很好 我家也有太极服 挺好 挺好 太极服 他穿他宽松 太极的云手很重要 云手 他不是动作 是在气上的 现在就细气 这就是出气 他不是你那个广动作 你看大姐这个气质 气质确实好 在电视看 就看他打太拳 觉得他气质 还真的挺好 说实在 看电视 比他长漂亮的有的是 但是我们没有想他 有一发现这个人 说话唠嗑 这个 挺好的 挺稳重 这一个 不像人家那个 什么三吹六哨的 什么是啥的啥的 俗话叫做道不同 不相为谋 果然一见面 两人就探讨起了太极 毕竟对于咱大爷来说 就是因为太极 才认识到咱大妈的 而咱大妈一听说 大爷会太极 也感到十分欣喜 所以两人开始切磋了起来 只要两人看对眼的话 不烦人 这个一个头是人讲话了 一高就遮白丑 这个个头 我觉得挺好的 因为我爱 你正在出去旅游 你先滴了点东西 好像我就觉得 他太挺 就用不着胆了 就是我可以拿轻一点的 什么拉杆香 啥的 对啊 全交给他了 是不是 是不是 特高就有力气 就有安全感 这个是有点高了 就是五楼 因为如果一直持续住下去 肯定是会难的 因为我要下来锻炼 我还得上去 我还每天出来买点啥啥的 那个这个膝盖 对 咱练太极得保护膝盖 因为我没有太多的爱好 也就这些 你在屋里也不能打 那个太极拳 这个就是我前两天 看这个资料 我真的想把这个房子换了一下 现在我得跟孩子商量 把江南那套房子一卖 把我这套房子一卖 买个一百多瓶的 连装修啥都够了 他有点规划 就是关于以后的这个房子 他自己感觉到 他也不满意 这一点我觉得 是有期待的 他并不是说是选我 不许选别人 可能他也有正规划 关于他生活这一段 这个我觉得还挺满意的 那房子肯定不是问题呀 对于大妈来说 大爷的条件已经很好了 其他无非就是外部原因了 楼层太高的话 多少都有点不方便 不是一家人 不进一家门 不止咱大妈觉得不方便 咱大爷也正准备换房子了 如果按照咱大爷这样说 那未来的生活 肯定是红红花花 我在我的想象当中 就一直是不找抽烟的 因为我拒绝的这个二手烟 要轮到 他如果不在屋里抽 他能够做到这个啥 再一个就是说 老伴儿老伴儿嘛 你说都是不可能隔八十张员 近距离接触这种烟味 他比那个不洗澡还难受那个味道 因为我家就没有抽烟的 老一辈少一辈孩子嘛 他有时候对着烟吧 就挺敏感的 现在吧就是咋说呢 也想记 知道把害无一律 心里都明白 但是咱也不装糊涂 很不容易 知道对身体不好 这个顺数的该戒就得戒了 这呢他可能戒于不戒 就是对我现在来说 是一个认可也是一个肯定 因为他戒于我 他才这么讲 如果根本就没有看好我 怎么样 他可以拧着说 因为用他来找一个借口 你就把这件事情 早点结束 本来以为一帆风顺 结果一听说大爷啊抽烟 瞬间就降低好感度了 毕竟都这个年纪了 真的不敢折腾自个了 另一半抽烟的话 那对自个多少有点损害啊 对于咱大爷来说 戒烟也是个漫长的过程 不过此时要做的就是 把大妈领给女儿看看 要是女儿也觉得可以 那相亲绝对是没跑了 过一遍 叫过一遍 我就觉得呢 看着女儿也这个家里的氛围啊 会那么喜欢阿姨 喜欢年纪得掉 今天还能看着她女儿 这一点我挺高兴 看看就是说 能看着她家庭这个氛围 这个妇女这个相处啊 这些啥 这挺好的 这远方来的客人 别弄啊 不要把我当客人 想吃点啥 我也不知道 先来个鱼 这鱼做起慢 大概简单点 不要那么那啥 长那么复杂 咱那个 也不在这一朝一夕 对对对对对 有些走愿意吃锅包肉 不知道你们得一锅 等于以后你做吧 我再做 那是太简单了 你看人家里面都会说 不在这点 以后你做才得行 不能 我这肯定不能 这个问题 我就告诉你不可能发生 前几天姑娘给我打电话 就说老爸你啊 你一人不行啊 你这我也没时间 你虽然都在一个城市 还只没时间 你看看不行 找一个怎么什么的 就是主动 这就是难得的一片戏 真的 有点你 我姑娘姑娘还陪我介绍个对象 怎么办 我姑娘还陪我介绍个对象 那你对对方的要求 有哪些 一个是性格好一点 温柔一点的 另外就是身体啊 身体身体一看就知道 按照咱大爷的吩咐 咱女儿早都订好了饭店了 咱大爷的规划也很好 只要俩人过了磨合期 未来就是旅游 至于消费啥的 一切都不是问题啊 对于咱大妈来说 这样的生活 的确以人所向往 一顿饭下来 俩人的事 基本上成功了一半 毕竟对于咱大妈来说 咱大爷条件不差 另外人家女儿也十分支持 剩下的就是培养感情了 我觉得她挺合适的 她也是挺正习的 挺好 挺好 这个人比较 一看就是说 比较朴实 也比较厚道 看着孩子呢 也是这样 也没有太多的说道 就是说 看着也不是说很张扬 催催不灰的 这我实话说 我不喜欢那样男人 红吉林坐这个客车 俩要是才到啊 走吧 走吧 大爷的俩都等你了 你费啥心 第一个挺好吃 不是费啥心 没有准备 准啥备 一个人到时候都吃 你什么都不用 都这么走 都这么走 上到屋里坐 他那个凉快来来 哎呦我天 哎呦妈呀热死了 快点 包料下来 坐坐坐坐 别整站子不好 你坐下的话 坐着说话 第二天咱大爷刚赶过来 咱大妈就十分热情 看来这次相亲 咱红娘也是不费摧毁之力 剩下地就稍微唠唠 能不能成就看今天了呀 这个这个是退休证 产权不看退休证 医保证 身份证 我这我这哪样我家都有 不是咱们都那啥 有个那个 互相都有个信任都 不是这个吧 我觉得都这个年龄了 就是觉得有些事吧 必须得得取到信任以后 才能都互相没有戒备地走下去 我还得说挺感谢你们 就是说大哥从人品 从各方面来说 这个言谈呢 过去一些有些经历 昨天晚上我们谈 都挺投缘 咱大妈也是十分爽快 上来就拿出房产证 以及退休证明 毕竟自个也没有太多的要求 只要大爷看他就行 别的咱也说不出来 只能住二了白头洗老 相得是演员 但实际上看的就是条件呀 咱大妈相亲前表示啥也不要 只要呵护他爱护他就行 结果见面后 要五万万一家吉项链 换作试水 突然也无法承受呀 我就好理由 因为上我本身职业 过去在学校的时候 有韩主家 寒假带老师出去 完了那个暑假 有时候组织这个学生 大邦上这个就是说 附近中央湖吗 长生也去 开始会一下演技 这么说吧 除了是海南和广东 甚至基本上全走到了 哎呀 我哥基本上008年以后 年年走一次 一次我带一万块钱 花了拉倒 啊这个走啊 那就这么走 就自己走 自己拿相机 一万块钱一般你能走多少天呢 那可能 一个来院吧 我就拿着这个按我掌握的这个地图 地的位置 一拿去我就想收拿 哎大哥就是一般的是出门前 你不是完全计划好了 你边走边寻思 边 不是我一看这钱不够了 我就挖回反呗 真是城墙上的手哎 高手啊 人家还真是性情众人放荡不及啊 咱大哥这么多年兜兜转转 除了最难变的海南 也是把整个中国都转变了啊 人家每次一出去旅游 这腰包里带的钱那可是足足的 别人出去旅游都是味手味脚的 咱大爷出去是生怕钱花不完啊 而且乱旅游人家可是专业的 相机被墨镜一戴 咱大哥就是整个旅游团里最亮的仔 老初学嘛 孩子进屋放学了 说吃饭吧 我给抗操住 他给抗操坐着 人家一切就不行了 我马上把他抱下来了 抱起来嘴就吐那些个 粉头露的那些墨子 完了高大妈就拉到医院 他说预备后事吧 瞳孔都扩散了 其实那天最后人撤退了 这个男人不说有了也不清痰吗 没人的我抱着这个粉头 大哭一下 我一般都不哭 会是发烧 原来吧 当感冒痣 痣痣痣痣是下半截没有神经的 高一阶痰 这是不可抗拒的 活了还得活了 你也不能再去自杀去 自杀这些孩子怎么样 自己牵自己呗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咱大哥这一路走过来属实是不容易 都说男儿有的不清残 但咱看还是心里不够痛了 大被童年几十年的枕边人 前头还在厨房做了热腾腾的饭菜 后头就口吐白沫不省人事了 都说男人是家里的顶梁柱 但是这顶梁柱要是没地期的 可也是会塌的 老天爷跟咱开玩笑归玩笑 咱的日子还得过啊 为了对得起孩子叫的一声爸爸 心里再痛咱也得活 日子在股咱也得活 也不化妆啊 也不化妆 从来不熟 都没有化妆品了 啥得给你买过 买成套买 买买我一般都不用 宣传过期就冷了 那你这个钱都花到哪了 我穿衣服 把那顿奖的也 打个奖就花钱 就是我喜欢的衣服吧 不然就是贵我也买 我裙都用 我看看了 这个这是多少钱的 这裙呢花700多 那也花700多 会不会买百八十块钱的 一般 百八十块钱一般少 一般我都三四百四五百 封玉茶都花三四千买 这衣服费 这大衣是花了四千多 一时间帮我歇我就买 那向哪儿买衣服去 上有时候上国帽 有时候上的哪 百货大楼 会总买吗 这不总买 不总买 但我要是想种这件衣服了 我就买回来 不管它是两三千三四千 你跟我舍的 孩子也给买 有时候动姑娘去把 姑娘说先都就买 孩子说妈 你的睡衣服了 说在操一杯子 啊一杯子累了 等穿着穿 我吃又吃 真是飞机上打点滴 高水平啊 咱大姐这家里 要是没点实力水准 穿衣打扮 指定不会这么随性啊 人家买衣服 是不看价钱 只看效果 便宜到地摊上 清仓处理的短袖 贵到高档 商场几千不等的 刁皮大衣 人家那结账付款 可不带一点墨迹的 穷有穷的过法 富富的活法 自己的子女 也是听话孝顺 这要是以后 再找个大哥当老伴 那岂不是飞机上我验之 美上天了啊 这一生 从她结婚到现在 一点 一点腹没请到 人家中男轻女 在月子还打我 就用生姑娘们 差不多天下一次 嘴都歪了 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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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躺地了 都不知道躺多久 都醒了 手发地贪血 我还坐地死就哭 家没钱花了 我还出去挣钱 上菜是上了薄菜 那冬天多冷啊 我穿那羽绒衣服 下大学楼子 那雪能到这样的 我就带那个苗 就在家的苗 把菜盖上啊 不害怕冻啊 冻回来门买啊 我骑那三楼车 骑不动啊 那雪 谁要大事 就那车 车车车车车车 接到家来 结婚的衣服都出汗了 都湿透了 湿透我赶紧上市场 到那找这一站了 身上冻 那个衣服马上冻成冰了 这位子一生 真的老 老到最年 我都好几回想死了 站在脚边 站在脚边 脚里跳 一心 把孩子 心 还有孩子 心 他 病了 我这是不到 我心散 我心特别软 不容易 你结婚了 你就跟他方开多好 都有病了 病重了 我为了心中孩子 孩子一天给他做饭 我还得上班 咱大哥和大姐一礼教 那是黄莲树上挂苦胆 一个更比一个苦汪 咱大哥小两口俩 那是凤鞋软和 夫妻之间 你能我能好了 不能再好了 就是可惜一场 突如其来的变故 相比之下 咱大姐的日子 可真是一个天一个地 由于农村的漏习 再加上丈夫的无所作为 咱大姐那一天天的敬哀板子 三天一小打五天一大打 皮开肉战 刚结好的家 又是鲜血直流 生活那是暗无天日 毫无期盼 有多少次想在江边一月儿下 可是想了想自己的女儿 总不能以后重蹈自己的负责吧 来 我们来了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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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着急了吧 不着急 我姑娘了 他还没来过姑娘 宰着你 宰着你 一直在等 这对老爸这边很重视 我正好两个姑娘在 我就给你们正式介绍一下 曲怀珠曲大哥 马端松 马端松 对对 然后这个是大哥的两个姑娘 这个是大的 大哥一共有三个姑娘 三个姑娘都非常孝顺 而且很支持老爸在找伴儿的 第一印象还挺优秀的 个儿也挺高的 形象也行 挺有意思 老爸喜欢的我们都喜欢 不行 没眼圆 你挑眼圆吗现在 我也挑 第一眼最重要 好像他好吧 就是长得特别漂亮 好看 长得好看事实证明了 那对你不好 你不也是白扯吗 对你好 各方面条件都不差 那就不必啥都强 那一会儿再见面 闹了口诊问我听 我就是想你 四千块钱每个月工资 没什么负担 身体还没啥大事 就假如就这么在一起的话 你有什么打算 我打算吧 就是咱俩你走边三十四十 留他 留 哪怕就是东西像这边冷 到南方住屋房 在那边过去 过几个月完了热了 回东北 不爱理由 不爱做 不爱做 都我钱包 就是在一起生活的话 你男人嘛 都有责任感 就是每天这个 就是所说的家庭开支 都是我 说得还行 真是唱戏的唐眼泪 可歌可泣啊 都说相亲也圆战一半 虽然说两人一见面 大姐直言对大哥没演员 但是咱红娘也是连忙圆场的 皮囊在好看对咱不好的 都是白扯 吃一千掌一日 咱这莫非是忘了之前被打递 劈来肉战了 咱大哥也是糊涂里赶猪 直来直去 直言自己对大姐是一见钟情 二见清些 一上来就表示以后两个人旅游啥了 包括以后的家庭开支 吃喝拉撒 自己出资全部承包 咱大哥可谓是诚意满满啊 看看给咱大姐高兴的啊 咱看这么亲事也是 铁头戴了高帽子 保险的很啊 我有一个要求 如果到一间 就是到一起了 我得吧 得要那个五万块钱 买点手帅买点衣服 是这个意思 哦 那这个我再考验 我这个我就 你当面刚坐下 没聊两句 我当面没想走 就想套下 看着你找个手席 你是想考验他 也不是要考验 就是你没想到这些 想用这个 看看正 看看别的方面 看表 看心 从上心 要是真实 你一下子特别大方说 行 我就给你五万 你还真觉得 他对你有诚意 就考虑考虑 对呀 对呀 结婚钱 你问你咋相呢 我都尊重我爸以前 因为钱人都是我爸的 他想怎么样就怎么办 那不可能 那就啥事了 我就够大方的了 啥都不用你这 你说你每天生活开始 旅游都不用你花钱 我多明浪 太多 我反过来一下 光是我要五万钱 啥意思了 没意思了 咱就免干了 那你免贪 你今天又跟我要五万干啥呢 那行 那没事 找老伯找婚了 我就这个要求 那行了 愿意就算 不愿意咱 那行了 老老伯 真是唱戏不看剧本 属实离谱啊 咱瞅着大姐属实不像这样的人啊 听了先前的悲惨经历 咱还以为大姐这次 就是想找个踏实过日子的 可没想到是挂羊头卖狗肉 虚情假意啊 张嘴第一句就问咱大哥要五万块 咱看大姐表明诚意是假 张嘴要钱才是真啊 和着咱大哥钱头的诚意还不算大 咱看也是百货大楼卖西装 一套一套的 这可把人大哥给其的不打意出来 和着自个先前的话都白说了啊 买点水果哈 挺好看的 你好你好你好 不好意思啊 要出去买点水果 这一点心意 朋友好 给你俩先介绍一下啊 介绍一下 娶怀猪娶大哥 大哥你好 你好 吴北方 大哥数啥 叔叔 四八年生 我五零年 好好好 年龄非常相当吧 差两岁最好 那个身体没啥毛病吧 我那年在医院检查 各样指标人家还说了点 所以你这 这么大年 平均情绪都好 可以 身高挺好的 说话谈讨言谈句句 挺好的 挺好 挺温柔的 说话落口也是 我挺满意的 咱看这么亲事已是 摸着石头过河 稳稳当当啊 千里送鹅毛李青 行一众 咱大哥这人都没跨过文坎呢 这水果李匹啥的就已经宋大吉手里了 俩人对各自的印象也是相当的好 见面还没聊上几句呢 咱大姐就直言觉得大哥言谈句之后 另一头的大哥也是相当满意 爱情经不起等待 大声表白就是现在 我自我介绍一下吧 我是上午的 我妻子也是92年没的 原来是四个女孩 原来我二姑娘 95年她妈去世以后 我二姑娘就得高费结态 原来95年白日会走了 这我就打击挺大的 打击挺大的 白发人受黑发人 打击挺大的 所以我的人生坎坷受魔难 我以前不抽烟不喝酒 最后闷了 现在眼睛酒还不动 一口不动 不喝酒 什么酒我都不动 现在提烟 提烟了 抽得贫吗 有时候要苦恼时候 不思心了 一天得一会儿烟 那以后有伴了 你还能借烟消抽 我跟你讲 你要介意这个烟 所以我不接受抽烟 实在少抽 但你不抽了 这个不抽办不到 对对对 那你就理解了 同行打理 你要这么说吧 所以不要求我戒烟 所以食堂少抽 那你是善意的 对不对 抽烟没好处 对身体没好处 对没好处 我能不懂吗 酒也没好处 对不对 酒那我还喝点酒呢 人就是没事 喝酒就没事 喝酒分别喝多就行 我不喝大酒 还没事 真是司马懿扶住哥 甘拜下风啊 咱大哥这才是奔着好好过日子来的 这可比那些张口闭口 就要钱的强了不止多少倍啊 谁是带着真心 事事心怀鬼胎 观众老爷的火眼金睛一看便知 咱大哥也是交代自己喜欢抽烟 而且烟也还不少 只要是咱大紧一生命下 不说三天两头 马上戒掉 但是这减量减贫 那还是能搞得来 我你是四千多 四千多呢 我这四千呢 就是所有的大点费用 我负责 我负责不用你花 对不对 挺大度的 那我还有没有啥不满意的 没有理由不满意 你公司就是你的 那上面有个什么大石小青 那孩子呢什么的 那我必须再花的 那我必须得花 你还那么说吧 你还那么说 就你家有 像你那个大孙子了 什么这个孙子了 那你说我要去了 我能控制他家的 对 这都是互相的 这个东西嘛 是相不相承论的 它对我家孩子儿女好 对不对 我呢也不能装嫂子 对不对 我也得表示 我提出 我说家长留着留着 你说留着 留着我就把钱约好 尤其咱那个年代 我认为咱的 有时候见就得享受 生活质量 我希望就是让那后半生吧 就是一个生活质量提高 互相包容 对对 我是三女是水 三女相依 结修丽 伴儿嘛 就是形影不离的伴儿 对着心相处的伴儿 是吧 一起光找事儿啊 光夜色啊 光北山啊 光龙岛山 没啥事儿得溜达呗 行影不离的更好啊 互相玩的 就有个一号 看来我们俩还能看得来 真是端午节吃纵的 吉他欢喜啊 咱大哥左一句右一句的甜言蜜语 跟着咱过日子不说穿金戴银荣花富贵 但是这日子也是有自有味 又鲜自在 没事下下馆子里旅游 就是隔壁老昂的老婆 看了都得值些书啊 可真是把咱大姐高兴的找不找北了 后半生你是山我试水 咱们形影不离 朝夕相处 共同奔赴美好的黄昏恋 咱们这回以后 你还对我有什么 要求 他们有什么要求 没有要求 没有要求 那行 放心吧 我不再说你也给我多钱 那事儿打死我 我说不来 我不要 最后有笔面 我送一首诗 那首诗你咋咋做 春天柳诗 净香芒 秋天 真夜 红礼花 柳诗 真夜 透唱什么 我遇知音共夕阳 太好了 太有才华了 这诗可不是简单易懂的诗啊 昨晚一晓得睡觉就想这事 那你今天不能喝到一个合适的诗 好 先拿好 咱的目的就是共夕阳 借着大哥这个诗吧 然后就祝愿你们俩 遇到的知音 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难得的缘分 希望你们就是 白头鲜老真的共夕阳 谢谢 幸福的生活 谢谢三位孩子里面辛苦了 大夫妇 你也没房子 咱们呢就是说是 你到我这来了 我就是 我也不用你做饭 对我做饭你可以睡觉看电视 你吃啥我给你买 你做啥你告诉我 你也拉个菜谱我都会做 煎炒烹炸 各香饼了 牛饼了 葱花饼 糖饼 吃住啥的 我还能伺候你 真是大姑娘做教 头一回啊 别的乡亲要车要房要钱 而咱大妈是啥也不要 工资放在一块花 还让大爷搬过来住 想吃啥都给她做 这是邻居啊 那可好了 是吧 我可喜欢好大夫了 她看病看得可好 好大夫 她叫好大夫 她们写的中医好大夫 大姐是中医啊 小儿去拿吃点 好窒息 什么 养生部 名称是 保定白沟新城 万昌按摩保健养生部 我起的名 为啥是保定啊 保定 学着玩着起的大照啊 在河北保定 开店了 在那会儿开店了 我河北是故乡 还有考试 中医按摩室 就是有中医按摩室证 考试 这在河北办的 就证明是持证啊 持证上岗 真是城墙上的首位 高手啊 都说酒香不怕巷子深 真金不怕红如火 要说咱大姐这么多年的手艺 街坊邻居那可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人家这可是有专业的医生证明 这么多年的手艺可不是白练的 这可是绝对专业 板上钉钉没得跑 这要是被哪位大哥 八台大叫取进家门 在家没事捏捏先锤锤呗 那不是飞锡上我言之 尾上天了啊 回来 回来完了就住一个一楼 两室的 然后后来就买这个房子 买这个四年的 买这个房子 这房当时花多少钱啊 当时也四多万呢 全管呢 挺厉害的 最近年没少挣啊 哎呀妈呀 没看哪 斩的呢 就是那个可辛苦了 也舍不得花呀 就吃那个馒头 吃馒头 咸菜都不买 我自己到时候腌点 腌疤了 血了红杀 这么斩的 这么斩的 白死一煮灌面上 真是泥锈钝 深藏不露啊 一个连拧平台都飞里的女人 竟然靠着祖传的手艺 全款买下了一套四十万的房子 在当时可是比不少大老爷们都强啊 咱大姐要是没点真材实料 那还真的是赚不了这么多啊 毕竟要是专业水平不到位 指定是没多少人来光顾送钱啊 也是长江里的石头 经历过大风大浪 回望喜之前的坚苦岁月 苦到就是连就咸菜的馒头都不敢买 咱大姐还真不是一般人啊 鸭弹琴啊 唱歌啥的呀 我就是爱好 爱好乐器 爱好乐器 都爱好啥乐器啊 电琴 手锋琴 萨克斯 电子琴 手锋琴 萨克斯 这散样全会 会也不行 反正是 这是自学的还是跟别人学的呀 自学 年轻时候就喜欢音乐的郝大姐 现在钻研起了各种乐器 郝大姐说啊 咱也不是专业的 就图个乐呵 那咱就一起欣赏欣赏郝大姐的自学成果吧 我看你来说 我看你这一段时间了 你听说是你这是什么呢 我看你这不会是什么呢 你听说是你这一段时间了 我看你这一段时间了 我看你这一段时间了 我看你这个队子的小姐是一个队子的小姐 不停的 这也不停的 时间长不练 真是刘姥姥进大官员 大海眼界啊 咱大姐真是个妥妥的宝藏老女孩啊 先不说买这些东西的话 多少个馒头 就是人家这无视自通的天赋 咱都羡慕得直流了呀 人家不光会按摩推拿 吹拉弹唱跳那是样样都精通 天黑着要是人往广场上一战 走到哪都是大妈妈的一大劲敌啊 按理说这样是个女人 私下里找着闹客谈话的应该一大劲啊 咋还就上节目上相亲了呢 这是猪的房 猪的房呢 我的房子在那哪 青年城那个啊 卖了 卖了 咋卖的呢 这行李用不上 这干闲的 就卖了 因为他进到北京那待了 还不都跟那边工作 最早是 本航是木去 后来调到切场 行程科维修了 一日到催修 你催修金多少钱是 催修金现在是六千零点 北京犯的病 跟北京犯的病 也是晚上我俩姐还回来嘛 到小区门口 他说他有点不得劲 说说就不行了 到医院那就啥也不知道了就 还是去跟杨大医院就呆了白修 反正杨大医院 说得不行 你得转院嘛 赶紧 到天才医院 所以那个儿子说吃得好 我去了 也不行 标准也不够 你要把这个生理人 吃会儿到猪呗 咱大哥也是厨房里的案板 吃过爱情的甜 尝过爱情的苦 上天开啥玩笑不好 好端端的老婆就这么走了 前脚还逛菜市场打辣酱呢 后脚就各处寻衣在病床上奔波 自己先前的房子也给买了 这么多年一个人就靠着租房住 好不容易铁锁开花再来一春 就是想找一个好好过日子的 那种狮子大开口张嘴 就是要钱要保障的 百货大楼卖西装 一套一套的 人家是坚决不找来样式的 大姐 你好 太紧张了 太紧张了 突然间紧张 没啥紧张 姓石哈 对 要石长力 我姓郝 大姐姓郝叫郝智希 嗯 这个给大姐整紧张了 嗯 这紧张心跳 心跳了 没啥紧张 这大岁是紧张啥 这个儿正好 我这个儿高个儿苗条的 这长小的 这正好才互补大紧张 有没有演员 我要求不那么高 嗯 这俩人合得来也行 嗯 那你觉得你跟大姐 能合得来 那谁都差了 嗯 我应该好像没事 好像没事 嗯 对大姐的感觉和印象咋 印象挺好 俩人一见面看看 给咱们大姐紧张的 之前在家里当的这么多人的面 人家还吹拉盘 唱一点的不带墨迹的 那才一展示可是说来就来 咋真一见着咱大哥 心里就像有了小鹿在砰砰乱撞 这脸都要红成厚屁股似的了 虽然这嘴巴上没明面表现出来 但是咱看这嘴是对咱大哥有感觉啊 这个唱歌这个互动的咋样 唱歌挺有共同爱好的 他也愿意唱的 这行都能合格 咱俩有共同爱好 可是没有对手 没有班 我还愿意健身 你愿意吗 我健身呢 我会 愿意太急 你愿意 我还愿意踢嘴 我一踢就踢到这 你还要乐跳舞 你还乐跳舞 你看这新年号是你的 对啊 我给你跳一个一会 你跳一个 来来来来 你要喜不喜欢呢 喜不喜欢 我啥都喜欢 来 没有班 对 你再往后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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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大晚上的姑娘 那裙子就好了 家人不要嫁给别人 一定要嫁给我 男人一定 大哥会唱吗 这个词行 不得唱不起来 没事我只能唱着一句 咱看这么亲事也是 摸着石头过好 稳稳当当啊 先前大姐主动提议 要与大哥合唱一首 俩人也是唱的有来有回 知道的明白 这是俩人头一次见面 不知道的还以为这就是老两头呢 一说到健身啥的爱好 俩人也是互相能搭上枪 说着说着咱大姐就主动先舞一曲 看看这翩翩起舞跳的有模有样 要是再换上一曲长篇 那征服咱大和的心 岂不是手到心来啊 太多艺 我还会中医 我还能给他保证健康 跟我的后半生的相辅 想不尽的服务 这还是可以 可以吧 不能太严重 不太严重 但是你这脖子 你得经常活动 就怎么就是 这是用脑过渡啊 不是 我这个就这个毛衣 天性的 这是聪明绝顶啊 对聪明绝顶 我就想这个词 这大姐还上前面看看 这是大家 看看相像面 相像面 天庭暴漫 地隔方圆啊 哎呀 按的咋样呢 刚才有保证仪还不好 大姐给你按摩按的咋样 按挺好 挺好 嗯 就是脾气看起来挺好 嗯 他我 我就告诉你 就是他相中我 你咋看出来的 哎呀妈呀 按摩啥 往这一做 我这有着手一搭 多舒服啊 多幸福啊 谁给按摩 这杯谁给他按 他老伴会按摩 不是说 儿女给他按摩 嗯 上外头还得花钱 我还在里面 不能像我这手一这么高潮 嗯 你觉得他相中你 是不是 相中 那你现在如果一百分的话 那给大姐打多分 九十多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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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多多少 不知道多多少 留点悬念 嗯 留点悬念 真是大姑娘做花轿 好意思啊 咱看了这么多相亲节目 还真是头一次见着这样的啊 咱大姐直言 要是大哥跟着自己过日子 不说穿金带银绒花富贵 但是指定能幸福快乐有自有为 咱大姐也是不动力感触 实来实去 直言自己不仅多才多艺 而且还会中医针灸 这以后大病小病 可不用冒雨上医院啊 都说男追女格作山 女追男格曾杀 咱大姐都正式的表现了 这么亲事岂不是水到渠成 铁头戴了钢帽子 保险得很啊 但是我得当家呀 嗯 我当一辈子家了 想当家 咋个当家放 人家家公司卡放我这儿吧 你吃啥我给你买做啥 我给你做吃啥 穿啥我给你买 不放你的不行 不行 必须得公司卡放你 必须得 为啥必须得放你的人啊 那我当家呗 男人当家 男人当家 男人以前就学坏了 那你就如果这个钱 就放在放一个地方 不行吗 可以得就 放那个好呀 小偷偷去 所以我这个 不让我当家 就是不和我一起 旁边好像是 那就好比三心二意 跟我俩有关心 那你要是既然你 相忠我的 喜欢我的 你就得对我好 都说当局这迷旁观之轻 虽然咱大姐是真心喜欢咱大哥 但是人家也并没有被爱情冲昏了头脑 誓言要是两人想凑出一对 以后过日子必须得咱占大头 工资卡啥的指定的上交 天空飘来湖子 咱看这都不是事啊 这方面呢 现在呢 生活水平提高 物价都涨 是不是 我公知的 我公知的 今天我有这么个想法 你在经济方面 你得多帮助我 你这个 你能不能接受得了 考虑考虑 考虑考虑 就以后啊 以后咱俩生活在一起 那以后有事就得我复制了 你复制了 你复制了 完了 然后呢 然后还咋呢 那个就是生活经济方面 你有啥计划和打算吗 咋俩在一起过日子 没什么打算 这正常过日子呗 咱俩谁当家 谁当家 你让我当家吗 谁让我家就行 我当家你干嘛 行 行 行 我当家行吗 因为我家被家 就把我坑在钱上 我也没看 到最后不到公知条 他那是公知条 到最后也不到 他这么多情 他就很阴晦那种 所以就是大哥 现在对于就是这个经济方面 他挺善良的 挺善良的 嗯 提到日后说 谁当家的问题 你咋看呢 那意思是他就当家 嗯 大全全落去 嗯 刚才大姐问你说 咱俩以后谁当家 我当家行不行呢 嗯 你当时咋想的 当时我也没想 当时没想 那你回答的可是行啊 是哦 这俩人共同的啥 嗯 你不能说 随时便当家啊 真是端午节吃粽子 皆大欢喜啊 面对大姐提的种种要求 咱大哥也是个满心欢喜的答应 都不带一点犹豫莫迹的 看看这可把大姐乐的 连小手都给牵上了 要不是当的镜头 这么多人看懂呢 咱看这指定比502站的还紧啊 你也没房子 嗯 咱们呢就是说是 你到我这儿来了 我就是 我也不用你做饭 对我做饭 你可以随机要看电视 你吃啥我给你买 你做啥你告诉我 你也拉个菜谱 我都会做 减少烹炸 割香饼了 牛饼了 葱花饼糖饼 我还会给我烙啥 行行行 我给你做 你吃啥你提前告诉我 我给你做 穿啥我给你买 然后你给这个啊 就是搬港湾 是不是啊 在这块吃住啥的 我还能伺候你 咱俩是个伴儿 这挺可爱的 盼虎了挺可爱的 挺 挺好 嗯 触触看 触触看 嗯 在好大姐的眼里 石大哥踏实又可爱 所以他愿意日后 好好照顾石大哥 石大哥呢 也被好大姐的真诚表白打动了 不管未来如何吧 至少现在 他们都愿意给彼此一个 开始交往的机会 那你就好好处哦 嗯 那你处了呗 你不小心吃点饭啊 我们不吃 我们直接走了 你要是你俩想 吃饭行没毛病 你俩想吃 你俩吃饭行 我俩都好吃 我们不用 我们直接就走了 你俩 你俩能处得好 就比啥都重要 嗯 你们挺辛苦 我们的 我们就是 我们是应该做的 嗯 你俩好好处 嗯 然后我们就走了 成功了 成功了 嗯 成功了 然后大哥是跟我们一起走啊 还是想要再聊会儿 再聊会儿吧 嗯 再待会儿去 那 那行 那我们就撤了 我们不打扰了 那就好好处 哈哈哈 谢谢啊 没事没事没事 真是过年去媳妇 好是成双啊 最后也是不负众望相亲成功 咱大姐不仅多才多艺 被中医推拿针灸 而且也是上的厅堂下的厨房 真不知道咱大哥 上辈子是拯救了世界 还是干了啥了不得的事 咋头一次相亲 就遇上咱大姐这个香婆婆了 这以后不就竟想哭了啊 那咱们就祝大哥大姐早日修成正果 步入婚礼的殿堂 享受美好安宁的黄昏恋 你这一大书包的全是这些首饰啊 嗯 因为喜欢女人呢 就想找个美的女的 美大是非的啊 我觉得女人都喜欢首饰 然后这些就留给 留给以后的老伴 俗话叫做兵马未动 粮草先行 咱大爷还没找到相亲大妈 可这礼物彩礼都准备好了 一书包的首饰 换做是任何一个大妈看了 估计都抵挡不住啊 这就是你家的 对 这这么多的 七十多行 这不我前面种的黄昏 在哪儿种的啊 这不是前面院子都是 哪个是你的 这这 在前面的院子 这一条 这一条 你这二楼咋还能有院呢 这楼下怎么说 楼下处的好 我那个楼下 这是媳妇吧 离婚了 我说那帝我送我 他说那你送吧 正好疫情 你就送了 就楼下的 然后给你了 没给 就是年年送的 借你用呗 对 他房子租出去了 这个吗 我尝一个 你自己种的 来来来 你拿吧 这是啥 来 啥哈 大师的好 来一个 来吧 来 我不要 等一会儿等一会儿 等一会儿你再吃 挺好 这自己送的 他起码没有化肥 嗯 真挺好吃 要说咱大爷的生活 可悲是十分惬意啊 虽然住在二楼 可在一楼院子里还种着菜园 在吃喝方面 完全是不用发愁 毕竟对于城里人来说 都想院子里能有个小菜园 这是萝卜 萝卜 萝卜没接 再斩花 这个呢 这也是黄瓜 那你刚才给我 柿子 柿子 柿子呢 柿子 那是哪 那一家都是柿子 这不都是柿子吗 那你豆角 柿子 辣椒 大哥这一整个园 全是你自己种的 哎 你这种伺候多长时间了 都半年了 半年了 那伺候的真挺好啊 嗯 还行 大哥说 退休之后就一个人在家 种了这个小菜园子 也算是给自己找点事做 自己平时没啥爱好 就是有一个小习惯 在睡觉之前呢 得喝点小酒 那大哥就是泡的有吗 泡的边有 你自己泡的 里面拿啥泡的 买的枸杞 买的这个路边 这全是白酒 是吧 是 这一只小的 这一只给送他 嗯 平常这么多白酒啊 嗯 不抽烟 喝点酒 你不抽烟 不抽烟 但是就平常喝点酒 喝的多不多呀 不多 就晚上睡不到药的时候 喝两口 喝两口 能有多少 一杯 一杯 半杯白点不喝 晚上八点半九点 你还不是吃饭点喝 吃饭点不喝 吃饭吃点饭多香 喝酒喝啥 就是消愁 就是消愁 你有啥愁的 单身太难了 太难过了 无能的表现 单身啥都难呢 就跟他说话人都没有 此时咱红娘也是司马夸诸葛 互相佩服 毕竟咱大爷菜园里应有尽有 堪比菜市场了 这要是找个合适的老伴 那小日子的红红火火呀 啥子愁 你说吃穿洗算 你想吃的啥 那昨天都做好了 做的有味道 是不是自己才有食欲 这不难嘛 你做多了吃不了 剩一难了 尤其这个疫情啊 就差跳楼了 那这仨鱼 仨鱼各家成年都干啥呀 看电视 就看电视 电视还坏了 电视还坏了 我新的 新的电视 比他 把电视坏了 砸整了 看手机 手机 也不好是 哎呀 气 后来 这不就呆了 就呆了 那就呆了 那就呆了 不仅把家里打扫的 井井又条 还得给自己做饭 你这一大书 我都全是这些 首饰啊 嗯 因为喜欢女人呢 就想找个美的 女人 给她准备的 我觉得女人都喜欢首饰 然后这些 就这个多钱 这个就一百块钱 一百多 那你不能买这么多呀 大哥 成不成心吗 有钱你得花了 你留在家干啥呀 是不是 看到这书包的首饰 咱红娘也是一脸惊讶 这还没找到老伴呢 礼物啥的都准备齐全了 这要是再晚点找老伴 那咱大爷能开首饰店了 虽说东西并不是多么贵重 但加在一起的话 估计也是一笔巨款了 姐 你这家屋多大 63点多 63点多 那炒这肯定不完成啊 我没啥呀 就是简单行的卖喽 往我妈还得搬走 搬哪去 完了再说了 看孩子上学地上 那就打算把这卖了再买 再买一个一楼 再买一个离孩子上学进 对 这个孩子是外 外孙子 外孙子 就跟你生活在一起 对 就跟我生活在一起 外孙多大了 十一 十一 上小学 小学是开学五年了 从小到大就你知道吗 就我带着 一时带到现在 一直带着 那她咋不和她妈 她妈一直在工作呀 她妈做早餐 晚来中午还有个店 她妈自己做生意 对 所以就没有 没有时间 上下班 对 她爸上班 那现在就是 就长年住你这儿吧 长年住我这儿 大姐 那你这个孩子要是在找伴 是咋想的 咋打算的 咋打算就跟着我呗 愿意上我家住 上我家住了呗 你想让对方来你家 对呀 愿意回她家住就回她家住 赶周六周日 回她家住就回家住呗 两家住呗 两头住 那孩子在这儿 孩子带着呗 周日周六可以送她妈那儿去 你说不帮她也不行啊 就差这个我这么多年就没找 孩子小时候 我姑娘小时候 把一新的我姑娘 几晚婚我再找 几晚婚那儿就有孩子了 有孩子就趁着着我 就这么拽着我 关键现在她真整不开 她真能整开 我真就冷下孩子 我就不管了 只是就是得带着她 必须得带着 必须得带着 这也咋的 这二年我也得降约过去 这就是现在是你的一个 硬性标准 对呀 跟咱大爷不一样 咱大妈可谓是红松出山 到哪都是栋梁呀 年轻的时候打拼家宴 年老的时候还要照顾孙子 虽然单身一个人 但这小日子可谓是十分充足 每天接送孙子上学 这也是很多人所羡慕的生活 咱大妈三观十分清醒 再找老伴方面也是十分恶观 不管对方是否有房子 只要住她这里 那都不是问题 毕竟还要照顾自己的孙子 倘若住在大爷家的话 那一切都不方便了 再找老伴方面也是十分恶观 再找老伴方面也是十分恶观 不管对方是否有房子 只要住她这里 那都不是问题 毕竟还要照顾自己的孙子 别去了 这不邻居都看见了 你怕邻居看着我 怕啥子 说三到四的 怕让邻居挺着我 对呀 咱不出去了 尊重你 我挺外向的 我不是说是内向的 说不爱说不爱笑的 我就是 现在我很紧张 你知道吗 还紧张的 还一次录的我很紧张 这不用紧张她姐 我就害怕当人都知道我 为啥怕别人知道啊 这么多年都不找我 其实我姑娘说 那算磕啥呀 找头磕啥呀 你不都找吗 对呀 你说磕啥呀 这我姑娘也鼓励我 其实你听我说 大姐 真不用不好意思 咱们你看 咱们自己也单身这么多年了 为了孩子 为了这个家 是 现在好不容易 没有什么负担了 得为自己打算打算了 大姐 所以你不用就是 有顾虑 也不用紧张 然后也不用在意 别人的看法 你说咱们自己追求 自己的幸福 幸福 是啊 对 不用不好意思 大姐 咱们得勇于追求自己幸福 一说起找老伴 咱大妈也是又欣喜又紧张 毕竟已经独自很多年了 此时要迈出这一步 的确有点简单 万一失败了 左林右舍也会说闲话 不过啥事还得往前探 万一成功了 那就是幸福后半生呀 来 你好 大姐好 你好 到门口给你买个西瓜 走进屋吧 给你俩介绍一下 你俩自己介绍吧 大哥你先说 我这个姓颜 名叫庆祝 颜庆祝 张秀祥 颜庆祝大哥 张秀祥 你俩摸个手吧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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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挺好 演员呢 还行 演员挺满意 嗯满意 这丑子不思严 但是今天不应该穿短裤吧 嗯 应该穿个长腿裤好看吧 都不夏天两个 哎呀 那你两个为了 两个鸡 你看看这不都 这还穿短裤呢 年纪是长裤啊 短裤啊 哎呀他也没到这儿啊 不是两个吗 那还不对 那还不对劲 你觉得就是 长裤短裤咋的 不是 没啥说的 但是吧 他不利 就像不利正式 你平常咱就是这种穿衣风格呗 那你穿啊 咋没穿个长裤来呢 不现在凉快吗 你怕是上火啊 没啥 自己玩 这个散漫惯 这是无忧无力的生活 男士穿的干净利索的 是不是啊 要哪一扎 也可以去拍那处了 你是喜欢男士穿的修身件的吗 对 那不是 那也得 就像这些呢 穿的会比较多好 在相亲这一方面 咱大爷如同过日子一样 都是十分随便 虽然是去见咱大妈 但大爷也没有咋打完 脱鞋加短裤 又拉风又凉快 可咱大妈不满意 毕竟态度决定一切 如此随便 的确有点敷衍 外孙子 你外孙子 外孙子 我带外孙子 我一直得带着 对 行 可以 我也得下一代 重点保护下一代 早上班就得上这来 也不上这来 这孩子上学不行啊 那行 孩子上学够不上 对 你得给孩子做饭是吧 孩子做饭 接孩子送孩子 还帮我姑娘干点活 对 那也对 责任 那能放下吗 帮他服侍 你懂吗 你咱想的 我 就是说 一家人嘛 往一块走 你就得 七唱夫随 夫唱七随 接受 不接受 接受他的家人 都得接受 他的家人就是我的家人 他这个点还是挺好的 我希望找这样子来到这 帮我能服侍我一把 在演员这一方面 咱大爷是相中咱大妈了 面对大爷的问话 咱大妈也是应答如流 不过咱好感度这一方面 似乎没有明显的上升 尽管大爷表示 他的家人就是他的家人 真是鼻孔喝水 够呛呀 被人算起来 过了三年就不过 我说你赶紧搬着越走 走得越远越远越快越好 他的房子改他的儿子的名 改以前是他的名 他改他儿子名 我说当初我说 那把我那些鸡车的房子 改我姑娘名吧 改就不过了 我说不过 赶紧走 一说起过去的故事 咱大爷明显激动 结果被咱大妈扣上了冲动的帽子 这要是再喝点酒 估计就得五刀弄香了 所以咱大妈满脸血板拒绝呀 坐了每到一年 这属于公寓呀 对 这属于公寓 我还不要吵 吵我真是的 所以你就是租这么一个小屋呗 那就是一个小屋 那这那个有厨房厕所啥的吗 厨房都有厨房 公用的呗 那公用的 大爷姐你这一个月多钱啊 那才五百多钱 一个月五百 电子啥都是大的 那长存十几岁 我总干什么 我知道 干啥活儿去买 刮大白 刮大白 刮大白呢 全是你刮大白的工具 要不这东西不能那么多 都刮大白的工具啥的 这是梯子 爬的梯子 真的不是真的 对 这是爬梯子 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大姐 六十四了吧 毛岁数 六十四 六十四还刮大白呢 真不刮大人啊 还有个小老弟 弄结婚买房子 这不也都要钱吗 今天这活不像晚年那么好 你弟弟 我小儿子 你儿子啊 小老我说你 我明白了 你几个儿子啊 两儿子吧 大人就结婚了 嗯 大人结婚 孙子十二岁了 第二位相亲的大妈 无疑是个实战家 都已经六七十了 可人家还在继续工作 另外月收入还不低 这要是找个合适的老伴 那肯定是双家合璧 天下无敌 这不刚刚两天日工 这不大腿最坏了吗 哎呀 来姐 这不给家养子吗 你这个电话打得挺好 要不我都不带那啥子 要不都起不来啊 不是 起不来 要能舍得这工找老头吗 我只是说实话 实话得这工 当工三百多块 我看看你这腿啊 姐 不插着腿 啥整的啊 这不卡的吗 这怎么 这是什么轻的啊 这不要好吗 一周了吗 就这样是要好 啥卡的啊 就是她那地下室吧 说取料完了 没有灯啥的 没喜欢嘛 一下子搬个大根的嘴 瞅着都疼 没事 没事 总干惯的 谁也喜欢那事 别的地方 身上别的地方没事 没事 啥事没有 去没去医院看看 没有 没看 格也明白 没想啊 被伤骨头 没啥事就关系 现在都能冻能 现在冻的啥都行 主不都给家宜养好几天 没干活 你说你冬天住这屋 冷不冷啊 不冷 冷就瞧太阳炒了 店子都是大的 也行 那这窗户 还是老式的那种窗户 那完了就不就坐着布吗 完了往下放下了 他也行 也行 也品的平方强 平方倒 挺好 那都咱这个岁数了 为啥还这么平平干呢 干你自己人不得 挣点过河前吗 留点吗 那你自己现在有没有 射饱啥的呀 啥宝 啥射饱 我射饱没有 你都六十四了 你打算干到啥时候 干七十没问题 干到七十啊 真没问题 但是这腿现在还是肿 你还是得住点衣 嗯 还肿 那我也值得肿 因为这个 或者这几天我先住衣室 我能肿完了这个衣室 这腿能养就养一养 把兵养好了 就是养得完全好了 咱再出去干活 嗯 我真的要问 他这个几天 就是你这挣再多钱 也得是身体 对 身体是本钱 身体是本钱 好体额是本钱 听完咱大妈的介绍 咱红娘也是满脸的 心疼 毕竟都这个年纪了 还在拼命的工作 的确是十分少见 满脸布满皱纹 腿上还贴上膏药 咱大妈这个精神 的确值得很多人佩服呀 第一印象 感觉没有感觉 她绑 绑 她批我绑 一会儿跟大姐聊一聊 你看看这个大姐人怎么样 大姐老实的在聊 而且特别能吃苦 特别能干的一个女人 嗯 你跟她聊一聊 你女人来得看看 重点 大哥 重不重 你先走吧 上你家来 你得先领回我呀 厨房 种了点小圆子呢 还种圆子呢 挺伟大呀 吃菜茶城买了哈 全是她自己种的 是啊 嗯啊 种得挺好啊 老家 心挺好 走吧 出去啊 大哥挺干净的 去厨房手势的 干净吗 干净 干净 还不错 我去重厨房就干净就行 这个眼睛不错 就干净 看完咱大爷的菜园 咱大妈也是一脸欣喜 毕竟自个也是个女强人 而咱大爷也是过日子的好手 虽然是个大老爷们 但却把家里打扫的 井井又条 这要是凑在一起过日子 那肯定是芝麻开花 节节告呀 我家活啥时候给我干的 啥不没有工夫吗 你不没时间吗 凳子都拿走了 其实是有事 我上医院 那你就搞的吧 那咋整啊 你不能 你这家活冷了 不给我干了 我还你干别的家 你干别的呀 你这孩子你家打打一耙 谁不给你干了 又不啥干问题吗 你不说你不干吗 你没买漆的吗 因为我还说 我说去 你打电话 你问他吧 你不有他号吗 我没有他号 你怎么那么有呢 没有他号都给你了 你怎么那么没号呢 我刚二来年了 头回一转你这样的事儿去 着急了 你叫我帮你稿子去呗 是不是 这可你了呢 不是一路人 烦 咱也烦 闹我的话 这个我喝不上来 喝不上来 你太急 铺路的电话通话 让咱大家好感度全无呀 毕竟大妈心思铺在工作上 这骨子很贱 大意明显一压不住 这要是凑在一起的话 难免会有点小摩擦 自己想有个家 自己想有个家 那你今年多大 哎妈 别哭别哭 咋哭了呢 我今年 周岁七十 树欲静儿风不止 子欲笑儿亲不在 暂不说大妈的儿女如何 就说大妈此时的生活条件 属实有点不敢恭维啊 一两句话没说完 就开始掉眼泪了 这估计也有啥难言之隐吧 属于身体咋 我属于咋这么白呢 实际我呢 白的风都好了 就这样了 那如果我身上全都撒 全都撒 那也没说的 哪有白块黑块 没有 之前是有一块 吃中药吃好的 首先 这咋的对称的 这咋白块 这咋白块 好啊 尽量是 反正现在 反正那病是不好治 反正我这花灯 知道了 怕我怕晒啥的 不怕晒 不怕晒啊 刚见面 咱红娘也是一连猛 毕竟咱们大爷的状态 看着和正常人的确不同 不过经过大爷的解释 红娘才放下心 毕竟老年相亲嘛 多少得追求健康人权 好吧 懂她做饭的 我也不知道 到时候我吃饭了 我就回吃饭了 直接吃饭了 都不会收拾 现在她没了 可得好 我都没了 谁先死谁行 那你就自己生活 是不是肯定 没什么 太难了 早些没齐 那什么 你这 以前也就过不天 也不缺吃 也不缺钱啊 有钱还不出去现在 就是跟老伴在的时候 差太多了 老伴在的时候 可能什么 收拾啊 恍惚啊 做饭呢 你没看过 你也不知道咋整 行的挺简单的哈 太难了 就可能老伴去世之后 这些家务所遂活都给你自己了 啥也不会了 嗯 虽说大爷此时不愁吃喝 不过这生活 完全是推着小车上台阶 一步一个看 毕竟没有老伴 家里大小事 全部得个人操心 而咱大爷的状态 此时也是急得满头大汗 话里话外 都是急于找了老伴 去养老院生活了 养老院 我得有个伴儿 到那儿他也老年多啊 有个伴儿说着话 有啊 这一天 白天也没人 晚年也没人 你说就一个人 那邻居啥呢 邻居都不认识 你说住一年多了 都不认识谁家谁家 妈 那你贴时跟谁说话呀 就跟电视说话吧 跟电视看电视啊 要是苦呢 谁不认识 回地方 地方我住不了 地方找些嘛 邻居都是老人啊 出门都不认识 谁不认识 都小年轻的时候 跟谁说啊 他家是有条件 我大闺人家 房子有宽着 他那一百三十多瓶 你咋不去呢 这孩子 你有老婆吧 有老公公的 你说你咱们是孩子 是哪儿不是 没定住没有窝 老了老了你说 这房子说你住吧随便 我还停不起来 你说能停下来吗 这房子 一天吃饭都吃个事 孩子还吃不上午 没事咱赶紧找老伴 这不都联系到 我们节目组了吗 给你找老伴了 那赶紧了 你要找老伴 找老伴了 咱就不用那么孤单了 有人说话 有人唠嗑 有人俩人一起做饭 多好啊 是 这屋里也是热闹了 就不用说 打开电视了 只有电视神了哈 此时咱大爷 也是一脸无奈 不过这番话 也是道出了 很多老年人的心酸 儿孙自有儿孙福 自然不能去打扰了 虽说生活在城市里面 可也没有农村那样热闹 没有老伴 日子过得十分孤单 那个那头有那个什么柿子 这是不是倒了 不知道 崩寡的 你把葱都压住了吗 还种点啥呀 这是这是这是啥 这是豆角子 豆角还有啥 柿子 那个辣椒 橙桌 茄子 黄瓜 是卖呀 还卖菜呀 卖啥卖呀 孩子来摘就摘 不摘 剩下老了就老了 豆角子 然后它多了一盖 摘着 我冻着冻着吃 你说那吃了 这有红的呢 我看出来 哪有红的 我给你摘着 看 这红的 可以 插不插不给你吃吧 这能吃吗 能 嗯 挺甜 甜吗 挺甜 六十五以上的吧 你看 咱不需要找太小的是的 哎 你咱这岁 找六十岁 那不找呢 那 也跟人 跟本身 跟人家 差十了 最大 不这种事 一般言就行了 我说 递得舒适的 长得 说得 哎呀 咱们 漂亮 不用 差个五岁 七岁的 还不你不拉 反正这样的话 钱都可以抬去 给我 零花钱得有 咱大爷和生活 也是彻底和解了 对于择偶要求 就是没有要求 只要两人的一起处 财政大权 全部交给另一半保管 每月只用给点零花钱 这个要求 虽然挺的简单 但要想找个合适的 估计也有点难 那你咋不让我们上楼呢 说非得在楼下见面 我爸自己没有房子 是给别人打工的房子 我就不方便 我就不上楼了 不让你们上楼了 现在还打工呢 打工自己挣点钱 不怕方便吗 你现在打啥工吗 我就伺候一个稻人 都九十多岁一个老爷 就伺候他 他现在要上进老院 就是上哪去的 我行 我就不回归哪儿 人家就自己一人的家 我现在也挺孤单 自己想有个家 自己想有个家 温暖的家 这一番话 一确听得让人有点心酸 按照咱大妈的意思就是 虽说儿女们事业有成 但自个也并不能过多去打扰 虽然已经七十岁了 但依旧是居无定所 更没有自个的退休金 相亲的目的不仅仅是找老伴 更重要是想有个落脚之地 我家是能存的 我就是这些年说实际 哎呀 进干活了 进干活这姑娘 有孩子 为他们活 现在都大了 都不用看了 我没有房 就是我也不上 公知啥我都没有 就是就这一个人 就是能存的 给的那个六十岁 那个一月就一百块钱 就是说话不好听 我身体好身体不好 都不够 买点药都不够 那现在咱们就生活来源 都是从哪来呀 就是有时候姑娘给我点 有时候姑娘给我点 这不搁这打工 我就不要他们钱了 她一月给我两千块钱 给她打工 搁这吃 搁这住 就不用他们了 那你这以后养老可咋整啊 养老我再说吧 就是说我要是 我要大病的话 我也就寻思了 我也不看 我身体现在挺好 我一般就没啥忙 虽说咱大妈简单地 陈述了几句 但这表情明显有难言之隐 不过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 对于这些事 咱们也不能过多去评价 总之当下找个老伴 才是不二之选 我今天我有个小愿 我头发眼一眼 头发都白了 白了 眼都不显得年轻大 今天是特别日子 行都出汗了 那咱找个地方 我给你染染 咱们咱们去染染头发去也行 有点白了哈 相亲是件大事 李仪希望把头发染黑 让自己看起来年轻漂亮 给对方留下一个好印象 可是一到理发店 问价格时 她有些为难 能便宜点 太不易 便宜不了了 我们家起家 这样子八十多块起 多少钱啊 凤哥那样多才三十 才三十块钱的一家 三十块钱不了 我俩整好了 那要不然去比较那家 我现在不还得走吗 就搁这儿 那花多花三十多块钱 找个啥样人啊 找一个皮静好大 能有包容的 年龄七十五往那边往下吧 没有房子 我没房子 因为我自己没房子 这没有房子还没成八业 那就不是家了 如同刚才所说 咱大妈对于紫偶要求来说 是看中房子 毕竟有了房子才有家 毕竟辛苦大半辈子了 是时候该歇息了 你俩做的自我介绍啊 我姓你 我姓赵 我就赵比不进 感觉他有白天风 我一瞅他白天风 我一瞅他心里 就像我就不得劲了 就是可能孙女是说过去 我回头就走了 我就第一眼就没有演员 一搬吧 就是一搬眼吧 就 咋得一喝一点 没感觉心动 房子是你自己的吗 目的不对 真是唱戏不看剧本 的确有点离谱呀 毕竟咱大妈厨厂的人设 给人的感觉 完全是从苦水中熬出来的 重视感情 实想有个家 但此时却开始挑剔了起来 甚至有点刻意抬高自己呢 最重要是上来就打个房子 这给人的印象 的确有点不好呀 房子是你自己的吗 这有闺女房子 她让我随便住 这她认识房子 然后她上来就问我房子 我就有点个心咯噔噹的样子 房子是这事 你问我这有 你这也有咋呀 有没有钱 有没有房子 就签过这个了 问我来的 问这个钱来的 没看吧 就这样 这也是卧室 这也是卧室 新闻看不看 也没有留学 啥 我说你看不看 在那里面有行 归人房子不是自己 有点好 我也有点失望 这爷也没想到 这房子一问她 不是她 她是她不认识 但是人家叔不是说了吗 就这房子你住没事的 我这你住的是终身 她没事 你就是说得敢明 说这房子归你 那咱不敢说 不可能 阿姨不可能说 这房子得归自己 是不是 那我不可能 那你问房子 这是为了啥 阿姨 那我自己没有房子 应该没有房子 这可哪嘎嘎 轮的 就这也不是个家 这下咱红娘也是彻底猛了 毕竟刚开始的时候 只是表示想有个家 能有个住的地方 咋这回开始计较房子是谁的了 只要俩人好好地过日子 房子产权也不是啥大问题呀 这哪是乡亲呀 分明是惦记上房子了呀 那就是假如说咱俩成了的话 这个钱咋经营呢 对我这有房子 目的不存 目的不存 那我要来的话 就是我就这么就来嘛 那你是啥意思呢 那是 就是说的 有保证啊 你照着给我点 那也不能就这么就 我就这么就来了 那爷爷花个两千两千三千的 你干嘛 那两千三千的 现在这东西太有 你说你越说越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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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 那我就 不好说了 那你说咋说 我跟你说 我在家中你的人的话 我这十万八万都有 你拿 没家中的人 没有 要说咱大妈的情况 完全是泥菩萨过河 自身难保了 咋能心口不一呢 相亲前说是过日子呀 能有个住的地方 结果一见面就变卦 又是打听房子产权 又想问大爷要点钱 关于彼此情况啥都没问 上来就如此现实 难怪大爷直呼目的不准呢 以我一进直呼 这咋全是画呢 咱是买画啊 说啥画啊 这都是我自己画的 都是你自己画的 画了二十多年了 所以我父亲 父亲会画 我就 我就会画了 然后不到啥搞的 我一看就会 基因的 对 就基因 遗传基因特别重要 那您父亲也是大画家 对 他是 但是他走得特别早 他那个 我一岁的时候他就走了 我们根本没看着他画 但是我是骨子里的传统 说他的那个传统 有他那个血脉吧 就是遗传基因特别严重 一进门咱红娘就是 司马夸诸葛 互相佩服 满屋子斗士画 堪比收藏博物馆呀 最重要的是咱大妈天赋异禀 一方面是遗传艺术细胞 另一方面就是后天养成呀 这是我参加基因生美协画展 入美协的第二张 两年参加一次展 一共参加六年才能入选 基因生美协 这画的是啥呀 这个就是 这个都是麻雀吗 麻雀晚上在休息的时候 在苏联里休息 叫梦乡 它已经这些麻雀进入梦乡了 再你看看越丑越远 越丑越远这个画 这也是入美协的 这是我家养的那个八哥 它入美协作品必须要原创 这些竹联是传统的 那个瓶子花瓶也是传统花瓶 但是我利用这个荷叶 荷花那个藕莲子 用是现代的 其实古代的相结合 所以才入选了 这个看看这是我那年参加什么展呢 还这标签还留着呢 吉林省书画院 对 百度都能百度找我 能百度找李月英 能 我看看 我现在我搜一下 画家李月英 李月英 是不是十条 您号是墨池 对呀 这是您的 对呀我的号 笔名 笔名 哦我天呐 中国北方画院李氏 哎呀这我 你要不说我都给忘了 其实我好像对这事 我不太重视 不太重 你就专心画画 不说则罢 一说则名人呀 咱大妈可是知名画家呀 也算是顺应了那句话 人不可冒孝 海水不可逗量 不过有一说一 咱大妈的画的确画得好呀 这一幅画你得画多长时间 这个一幅啊 这都 反正我画画 画不完就搁那儿去了 等待画下一张 我叶子都画叶子 画的时候都画画 不一定一口气给它 没有 哎呀你看这有 骨子多好看 往上一翘哈 它是相对而论 它是 像那个有感情嘛 一张纸的反复的练 就是 前面练完练神的 神的完上面还得写字 这张纸就是你 练 练习的 就练习了这么多牡丹 这算是多多 还有一款呢 练成了以后再往这边画 就是你现在能画出一朵 这么好看的牡丹 经过了无数多画 无数多的练习 对对对 厉害 知道的是相亲的 不知道还以为是收藏品鉴赏呢 要说咱大妈这种相亲嘉宾 的确是十分少见呀 这要是找个有共同兴趣的老伴 那肯定是双街合璧 天下无敌呀 家里边孩子 不要太多了 事都为了 如果能村有房子或者城市有房子 还有工资这样也行 两边跑呗 夏天去做点菜 冬天你就有房子 工资我都不要求对方 给我多少什么药什么菜里 那我也不要 你是能村 你是大姑娘啊 你还要钱 那觉得太俗了 谁的财产是谁的财产 他的房子 他的财产我也不要 我要那干啥呀 我自己的房子还得给我儿子呢 是不是 只要有吃的有花 就行 我个人工资剩下就行 需不需要他要一定要懂画啊 不用 不懂 懂和不懂都没事 都没关系 要不懂也行 不懂 两个人就是找个伴 是吧 嗯 他如果不懂不喜欢我就不挂了呗 跟上一位大妈不同的是 这位大妈也是十分随费呀 按照他的意思来说 完全是啥也不要 更别提什么彩礼 以及未来生活保障了 只要俩人凑在一起 其他都是天空飘来五个字 啥都不是是 你给我姓 我姓赵 啊啊啊啊 我姓赵饼姓 你个儿多高啊 我一米七四 那还是差点演员 差点个个儿高点的 啊 你想找多高 我想找一米七一米七六一项 以上吧 我们家那他一米八 还挺好 挺好啊 第一演员 有点演员 相忠了啊 相忠了 那你看 我弄啊 还是相忠的眼啊 买东西说了 买啥谁说 不用 买了 书买了好几样 都是就是挑大个的 有桃 有桃 有葡萄 有律师 有律师 太客气了 还有摊桃 不是阿姨画了 哦 对 都是十几年前画的 啊 这是参加 基里生美术家协会 入选作品 还有这些 这都放不下 这里都是入选的 哇 这都放不下了 就要放这了 虽说刚才大妈说的 如此乐观 可一见到本人 多少也有点失望呀 主要是咱大姐的外部条件 并没有达到大妈的要求 不过咱大相同咱大妈了 剩下就得咱红娘鼓励了 那块住有多大房吗 那一个也不大 七十多里 我有地方 啊 有两套地方 那没事有地方就行 农村有房子 市里有房子 又有工资 这样挺好的 又可以上农村做些 又可以在市里住啊 五千 此时咱大爷也是王婆卖光 自卖自夸 那就是在农村也有房子 也城市也有 而咱大妈就是向往这种生活 毕竟进行艺术创作的 肯定喜欢山山水水 以及田园风了 你都有啥爱好啊 你又在当羊儿 因为看愿看 看跳舞去 看那牛羊儿 真的高档 真的高档 玩的高档 高档 就是在你眼里 阿姨还有啥叫高档的爱好 你听听不是 爱看羊儿 太粗了 太吞了 无论我自己人就是 不是喜欢那种太俗的东西 还没仔细聊呢 俩人在兴趣上 马上出现了很大的分歧 按照这个节奏 肯定都分道扬镳了呀 我二哥小舅咯 你妈这么巧吗 这个关键今天是太小了 这么有这么有缘吗 这个吗 就这么巧啊 我说当天就滑了 那天就滑了 真是大水出了龙王庙 都是自家人呀 大爷这乡亲碰见老熟人 大妈前脚 刚和哥哥相过期 俩人要是成了 那哥哥的咋讲呀 叫康福姓康大哥的吗 哎呦我的天 哎 你好 你好 哎呀妈呀 这俩找你找我可费劲了 我说永利超市鞋对 也没 这不是一个树下吗 也不是小树林啊 我说在这树下 我都假批吧 是树人吗 天哪大哥 早不接电话 电话呢 我电话哎呀 没听着 哎呀 我不假急了 电视也忘了 没听着 没听着啊 哎呀这要给我急的呀 天空一声巨响 咱大哥闪亮登场 真是唱戏不看剧呗 属实离谱啊 咱瞅着大哥 不慌不忙的态度 莫非没把这乡亲 找老婆的是放心上 这大夏天老黄牛 都热得只露个鼻子 顶着大太阳 可让咱红娘好找啊 这连着打了几个电话 咱大哥都是不闻不问 人家乡亲都是巴布的 早点出动 毕竟好不容易 铁树开花洗逢二春 咱大哥是真的一点 不太担心的啊 真是百年前力的干 妥妥老光贵啊 就这点业余爱好 就这点业余爱好啊 不是 这大热天大中午的 你也下呀 你就天天从几点到 下来几点 我们天天 我们天天在一起玩 就是天天从几点玩到几点 大约在早上十点钟都在这儿了 完了就玩到下午三四点钟 一玩玩一大天 下午三四点钟回家 中午不回家吃饭吗 两冬饭 完了就是两冬饭 就回 完了回家再吃饭 三四点钟回家吃 行没事 可以下着下着 马上就赢了 这马炮兵还不赢吗 你还不等呢 不要这样子看节目 手机别忘了 手机啊 怎么办事啊 你说手机拿着呀 我知道 人家有能耐 别忘了 人家有能耐 对对对 真是刘姥姥进大观园 大开眼界啊 咱大哥这下起的爱好 还真是深入骨髓如痴如醉啊 这和哥几个商量的 就这几个小板凳 坐着不食不合 一下子就从白天坐到下午 真是城墙上的守卫 高手啊 咱这坐凳子上 几个小时就胳得屁股疼 更别说咱大哥这六十多岁 还不知不可顶着太阳一动不动啊 这林一路习王称号还真是当之无愧 我才看见咱们是带助听器了 我看两个耳朵都带了 这个听力属于说是怎么说呢 就是一小小父母造成的 先天性的亏甚 他家人谁也不拢 怎么说呢 就是我得的是 我得的是小小忘记 还要多家里没有钱 没给我手术也没管 所以说就把我给影响了 肾不好 耳朵就不好 对 肾不好 这是有处的 我还没有后代 肾子小 发育不起来 所以说造成没有精子 没有精子就没有后代 但是两个人办事不影响 要是能找到好媳妇 我敢说我后患生对她捞好了 我把一切都献给她 钱 什么钱上 房子上都归她 我什么都不要 只要女人孩子就是我的孩子 因为我没有孩子人 我特别含爱孩子 但是我要求必须找一个 胖子的 随我心的 我喜欢这样的 白胖的女人 又白又胖的女人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咱大爷已是长江里的池肉 经历过大风大浪 这一路走过来 属实是真的不容易啊 咱大哥由于家庭贫困 又加父母先天性遗传的疾病 所以这这么好的毛病 一直落到了现在 不仅耳朵不好使 而且还失去了生育能力 这是发生在哪个大老爷们身上 和谁谁能受得了啊 真是唱戏的唐眼泪 可歌可泣啊 一路上风风雨 咱大哥也是想清楚了 明了就是想找个众议的对象 等自己走了 就把一切都留给人家 钱的房子 啥的一切全都拿走 并且还直言 女人的孩子就是我的孩子 我结婚早 我离婚的时候好像二十二三岁吧 我跟你讲 那个时候我不懂 岁数小 常动说挨揍 不懂事就挨揍 最后一次他打我 完了就打得挺重的 浑身全是伤 他就这嘴巴打得都 残不过来了 木了不疼了 等浑身全清了 抬家躺了三天 我就决心走 我就走了 满身上 娘家呢 娘家人 咱娘家人呢 就没人吗 我家没有人 我没有妈 我十一岁就没妈了 就一个第一 什么没有精神出户 什么都没有 衣服都没有 那你除了之后 你一分钱没有 你干啥 你打工啊 我上饭店去当服务员去 还供吃 还供住 前年我还咖啡 这两年没干 天空一声巨响 咱大姐披着霞光 闪亮登场 人家也是厨房里的案板 尝过爱情的田 吃过爱情的火 曾经沧海难喂水 咱大姐是情窦初开 懵懂无知 没有过多的交流接触 就早早的成家 本以为能体会到 爱情的幸福甜蜜 可没想到自己迎来的 却是不幸的开始 丈夫无休止的家暴残害 让咱大姐身心俱疲 也是把刀劈砖 说断就断 这么多年一个人属实是不容易 咱大哥和大姐是黄莲树上挂胡的 一个更比一个苦啊 这话又不接呀 哎妈 真是 这得回我这找着相机团了 那这话为啥又不接 大工作室 你把老师 你把老师 你打一电话 完了就断 你打就断 大姐都盗了 是吗 是吗 然后加小姐 这关儿就 不好意思啊 先介绍一下 这是康福信 康大哥 用一个空凉打车糊 这是干秀云 干大姐 那走吧 咱回家吧行不行 行 说实话挺好的 演员不错 我觉得没啥演员 他就是个普通工人 就一眼就觉得 难看出来 就我身边追我的人很多 我真的不客气地说 我都谁都看不上 那你觉得怎么都差在那 外表就看过就不行了 文化素质什么 一看就不行 那你知道吗 那你说有的人 你不能光看外表 是 你自己说的对 咱不能以貌取人 有的人姐 你可能看第一眼 你觉得没啥演员 但有的人属于耐丑性的 没准一会儿 你跟大哥聊聊 你到他家里看看 是不是过日子人 然后再聊聊大哥的这些经历 和他对未来找老伴 之后他是咋打算咋规划的 没准聊聊 你就能再从中 发现这个男人的优点 这我懂 真是唱戏不看剧呗 属实离谱 咱大哥这做的属实 是不恰当了 上次红娘一个人 累着苦的就算了 但是这次相亲对象 都给带来了 咱咋还能就这么心安理着呢 看着电话汪汪汪的不管啊 咱大姐的脸色当即就暗了下来 这人都还没到大哥家呢 也是胡动里赶出 直来直去 从里到外 从上到下 都没看上咱大哥 觉得大哥要气质没气质 要条件没条件 咱看这么亲事 也是断了线的风筝 没指望了啊 谁让咱大哥 这一开头的做法 属实让人难以接受 这啥小表情啊 这一开头 这大姐 这姐这表情的 就是 凉后凉后 对 给大家先点风筝 凉后凉后 不吃 我不吃 你最辛苦 你吃 我不能吃这个 我牙不行 吃不了 吃不了 我不喝 我不喝刚喝完的车 凉过凉了 我不喝 谢谢 不喝 没事 你给我喝 咱们走吧 那行 你这么的来 你先给我出来 就实在是 我们注意到 就在屋里的时候 你是满脸的 都在抗拒 是不是 就听也听不进去 太聪明 你太聪明 这是啥房子呢 咋处 我那条件不行 这房子 这房子 这人的方方面面 都不是我的菜 不行 坚决不行 不同意的拉倒 咱们再找 是吧 人不能一颗树掉 我就思想 非常开放的人 我是 一点怨言都没有 说不同意 就说不同意 那么没事 你这人一瞅 就是能靠得住 对女人也能好 你这人保证 谁给你都能幸福 你不会给女人受气的 大哥一定能找一个好的 找一个能靠你的 一定能让到 我有信心 你好人 有好福气 咱看也是话头摇头 没救了啊 围一围红娘先前的一番话 能够让咱大姐 带着善意的目光 重新从头到尾 审视大哥一番 可是没想到 咱大姐一进大哥的家门 这脸上表现出来的 嫌妻不愿 咱看就差 直接说出来了啊 咱大哥还特意 关心一下大姐 没想到人家是水不喝 点心不吃 拉着红娘的第一句话 就是想回家 这身体是充满了抗拒啊 咱大姐是觉得 房子老就破 连着像样式的空调都没有 无论是颜值长相 还是条件都不是大姐的菜 最后也是乡亲失败 遗憾退场 你喜欢吃什么水果 女人呢 桃 女人喜欢吃桃啊 桃这大李子 还有什么 还有葡萄 葡萄行 坐 这好嘞 女人这样 葡萄这两个 就要吃 我不怕钱 主要是给人 给人 我好东西 对吧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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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姨妈 在干啥呀 这个不好意思啊 大哥去买水果 特意买的 静调好的买的 哎呀妈 真不好意思 太讲究了 哎呀妈 心老热乎了 有人从头正上前 没人关心我 哎呀妈 这有人给我买水果 这心吧 就像当时跳出来 哎呀 可那个那感觉 就像可温馨 可温暖的那感觉是 上次咱大哥相亲 是只顾着下棋聊天 一上来就把这位搞岔了 这次也是重整起舞 踢枪待战 看看正在水果店 竞票细选的大包小包 一进门就把咱大姐 给感动到了 都说千里送鹅毛 以轻情一重 更何况咱大哥的一片心意 咱大姐也是持股感动 心里就跟暖龙一样 老热乎了 这么多年 从来没有人关心过自己 咱看大姐也是个可怜人啊 一开局就把咱大姐的心 拿捏住了 咱看这么亲事也是 摸着石头稳稳当当啊 一瞅她就实在是 能看着我能看着 别看我是一个女的 我啥事我都看明白了 听人员 比那个血腥线的强 不错 挺好的 一是啊 那个个头香 身体状况呢 就是胖瘦啥都挺好的 胖子胡子挺好的 白件一般 有比都是比他还白的 都说香歇眼圆战一半 咱大哥大姐的印象 可是相当的好 大哥觉得人家个子不错 身材长相 也都和自己心意 不过咱可别高兴得太早啊 世出反常必用妖 毕竟咱大哥大姐的开头进展 未免也太顺利了啊 咱们就齐没看畅板 走着瞧 一个女人过日子 你能看出来 就是大姐过日子 你看这家里啥整的 你看都板板正正的 唯独就是啥 这个水啊电呢 这不容易 不容易 大哥 以后要是成了 先把大哥姐家的灯管给换了 那你放心吧 灯管的时候都会换呢 我一定说的 都要非常明亮明亮的 后来我突然想起来了 他出那个头 人人长相啊 我没介意啊 我说他出的头行 我看那个人 我在那个电视里边 我看出来了 他这个头行 完了给谢生人 对啊 跟谢大哥呀 找的了 谢生人那个四五二哥可幼 是你什么 四五二嫂的弟弟 四五二嫂的弟弟 我二嫂的亲 我亲二嫂的弟弟 就亲二哥 就亲二嫂的亲弟弟 我小舅子吗 不得谢生人是这个大哥吗 我看了 是他吗 大哥一米九二多 对 贼高个儿 完了装头 冬天前 戴一个的红帽子 对 戴大帽子 穿他第一 他吐脑瓦的 吐脑瓦的 我知道 是他吗 不得差的 就是他 就是他 年年上王哥家吃饭 我们带一起吃饭 那俩可好了 这吉林是真不大大哈 我还没想着这么臭巧啊 真是大姑娘做花轿 投一次啊 咱大哥那是看着越来越喜欢 看着越来越怪见 这不是咱那小舅子的老婆吗 咱说人家有缘分吧 那是真的有缘分 毕竟好不容易投一次相牵 都能碰上四个二个小舅子的前妻 这缘分要是 没越老从中作梗 牵线搭桥咱都不信啊 投行啊 那个和我 二哥那个看家就信任人 你二哥 我二哥小舅子 你妈这么巧吗 这个关键基林是太小了 这么有这么有缘吗 这个吗 就这么巧 我说当天就晃了 那天就晃了 晃是晃了 当天就见面 你说到时候 你说万一咱俩在一起 完了万一上王哥家创门 你就碰上其他人 你说你咋办 你就是这样 这个意思 我们俩成了 他肯定能看见 他肯定是上王哥家创门 我得领悟他上王哥家创门 一创门肯定看到其他人 那就讲话是 不干啥玩 万一讲话 我又碰上他 我又啥说呀 咱大哥看来是真的接受不了啊 实验万一俩人在一起了 这以后上街 串门的多尴尬啊 毕竟和自己二哥的小舅子 相亲失败 这一转头就变成自个的老婆了 虽然说别人说些话不要紧 但就是怕自家人建议啊 那有啥一家女百家求 那我没喜欢你了 那我也没处了 也没处 许青许大姐 这个人你相没相忠 相忠是相忠的 那这讲话是 不干啥玩 万一你讲话 你又碰上他 我咋说呀 我有点觉得很尴尬 算啥事呀 这还是说到 跟公用地时间的这种情景 远方情景也就无所谓了 那他就觉得挺在意的 那咱们讲话找没找玩没找 就偏肥的也是个啥呀 就现在有再有再有演员 再个啥你讲话 事情在这家阁子里 咱理解这些事 就是见面吧 不好意思 没有别的意思 咱理解这些事 嗯 不得 桌子份正常吧 两到三万左右吧 三万块钱左右一个月的话 正常吧 正常没关 在四五十万左右的时候 那个 我也怕说得太夸张了 我也觉得很正常啊 真是唱戏不看剧呗 属实离谱呀 月收入三万才正常 可咱资格才运入几千呀 没有金刚钻 咋能懒死其活呢 要是对方真是运入三万的话 人家不一定会不会和咱相亲呢 先生我们是两年没见了 两年又来上我们的节目了 我记得当时的话 你和那位女嘉宾相亲 是成功了的 感觉两位特别的般配 而且我后来还看到 结婚照 怎么就会分手了呢 后面结婚八年之后 感情就越来越不好了 然后最后就 我们就被他修了 被他修了呀 是他提出的离婚是吗 他为什么会提出离婚呢 他是觉得你对他不好吗 应该是 要不然他不会提倡 你觉得你是哪方面没有做到到位吗 可能就是不够 我喜欢他 所以说就对他也不是好热情 你不是很喜欢他 那你为什么会和他结婚呢 你当时刷朋友的时候 还是多满意了嘛 然后后面就 后来还是直进那个 我想问一下 你这个算是喜新厌旧吗 真是唱戏不看剧本 属实离谱啊 他看了这么多相信节目 见过夫妻关系不和和平离婚的 见过婚外出轨离婚的 可从来没见过南方被女方一起修书的 真是刘姥姥进大官员 大开眼界啊 而且俩人还是在节目上牵手成功的 当时可是情侯一合你能我能 好不容易修成正我踏上幸福的殿堂 咋相处了一年不到 这就分道扬镳各奔东西了啊 难不成还真的是喜新厌旧啊 跟我想象中那种生活不一样 你想象中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其实我们两个都比较 开始懒嘛 当时不觉得 我们两个也不煮饭 在家里面 吃饭不用 感觉家里面就是个女官 就是说你在谈恋爱的时候 你知道她不做饭吗 当时当然啥子同意啊 对 当时是说单一谈给我煮饭 但是后天我放弃了 你为什么会放弃了 我们两个都烂在一块儿啊 就因为两个人特别懒 然后就没有再走下去了 真是厕所里撑单跳 过分啊 男人的嘴骗人的鬼 这可是妥妥的反面要材 咱大哥相处的时候 明明说以后家务全包饭在全做 可没想到等两人真的领证了 咱大哥却是 两手一摊被我一躺啥都不管了 真是挂羊头卖狗肉 虚情假意啊 咱看这就是喜新宴就想换新衣服了 真是木匠爱爱版的 自作自受 我也想通过那样的平台 能够找到自己真诚的那个领译吧 很高嘛 我觉得身高至少在 1米73 1米73以上 因为我自己进身高 差不多有1米6 多一点点 1米6多一点点的样子 对方的年龄 我希望能够在 35到40 40岁间 当然是未婚情况最好 我不接受 就是利益那种有小孩那种 他不接受 天空一声巨响 咱大姐一些短裙闪亮登场 按照这择偶要求和条件 咱大哥是从里到外 从上到下完全符合 大姐想找一个个子高大的 以后生活相处也会有安全感 年龄要求也是百分百匹配 没有物质的爱情 终究是一盘散沙 咱大喝的工作 可是吃的公家饭 这要多稳妥就有多保险 咱看这么亲事也是 摸着石头过河 稳稳当当啊 好 现在两位女孩子在这 你觉得谁会是今天的女嘉宾 要不然你就 自己和她过去打招呼好吗 你觉得是谁 我觉得应该是她 因为当时 他们给我发了一张她的照片 看乎官有点像 那你觉得真人和照片像吗 有点像 出入在哪儿啊 照片看见舒服些 你这是送命题好吗 你这是送命题是吗 什么意思 就是你还不改口 照片拍得好 好 我们男嘉宾是一个比较直接一点的人 但是呢你看到他真人之后呢 觉得怎么样 很安心 那是女嘉宾的就伸出手来和他握一个手吧 好好好 你好 第一人看他的时候 感觉身材还可以 长得也不错 但是照片更乖些 他说的是我照片比我本人好看去 其实没关系的 因为我也理解他 因为每个人他对美生美的观念不一样 我自己觉得我自己OK的行 那你朋友在你心目当中是一个怎样的人啊 很好 很大方 耿直 重庆的特色都被他葬完了 绝对是一个好老婆以后 好拍儿 对对对 做饭吗 你要做 那也是很嫌弃良母 真是唱戏的腿抽筋 属实下不来牌啊 看看大哥的临场反应 咱属实是理解不来啊 真不知道这样是的 上次是咋牵手成功的 毕竟这么简单的一套送分题 咱大哥都得知知误误思索半天 关键是这最后还答错了啊 还好咱大姐并没有往心里去 咱看这性格属实是活泼大方 一马归一马 大哥觉得大姐身材长相样样都不错 看来是真的心动了啊 有一点 有点紧张啊 对 紧张啥在 结个婚的人还紧张啥在 结个婚就不能紧张吗 没有呢不用 是跟你反开一点 今天大家在这个平台 就是一个人是一个平台 这是啥工作量 我们是 我们单位是重庆 基本下面一家五六公司 我们现在是属于 业务院 开始也是和男嘉宾吃了一顿饭 然后感觉他怎么样忙 人挺不错的 人挺好的 其他的现在 带人我来当吧 气场我觉得还是稍微弱了一点 我觉得作为男人的说气场要稍微强一点 然后阳气要足一点嘛 这样子 这是你的感觉还是你朋友的感觉 我们俩共同的吧 是吗 真是赶面杖吹火 一窍不通啊 咱大哥这都是老客户了 按理说聊天 谈话应该是轻车熟入 咋着保鲜的还没有咱大姐优先自带 真的是一点都放不开啊 经过了一番的了解 咱大姐直言大和人不错 老是本分 踏实本重 可没想到是害怕说话话伤了大哥的心啊 诸葛亮带兵出征 从不打我们把握指账 姐妹同心齐力断金 一旁的闺蜜直言大和没有气场 阳气不足 说话做事感觉都和没吃饭一样 输了就不是 输了像哪个人 输了就像输了样子 你可以把我当成你的朋友一样 那个就是说话 没这啥子的 对不对吗 而且你就是那个第二次了 第三次 第三次了呀 那你都更应该是 那个放手以来完全你都把他们当成 应该是你的老朋友能来 相处了是吧 对不对 听说你有一段短正的婚事 大开好长时间嘛 一年 一年了 给你带来 婚姻生活给你带来的是啥子 就带来一次 结了一次婚嘛 感受是啥子 开心啊 快乐啊 难过啊 无奈啊 还是很怎么样啊 对不对 你都可以说一会儿的感受啊 没啥子感受的 哪里的成婚都是白姐了哟 真是老奶奶酸被我 给爷整笑了啊 为了缓解大哥的紧张心情 大姐问起大哥上次婚姻的经历感受 没想到咱大哥却直言 就只是单纯的结过了一次婚 真是木瓜脑的 不开窍啊 咱大姐又问起了结婚的感受 没想到咱大哥还是一如既往的 一问三不知 直言没有感受 相亲节目奇葩多 今年一个接一个 这样式的来相亲 咱看莫不是来搞笑的吧 花了餐的钱没什么 结婚是花了钱的 但是毕竟我们是和平分手 也不能说对方啥子坏话 没有这样你说 没有让你说啥子坏话 我只是说你在这个婚姻当中的感触是啥子 就是 我就觉得自己对他不够好 然后他就跟我提出分手 而不是分手是离婚 离了好久了吗 大半年了 才你大半年了 不是一期期间的话 我早就 年龄大了 不怕等我等手几年了 对了嘛就是嘛 这下看起来稍微要好点了 可能这下放松一点了 要稍微来来来 刚刚确实他那个状态 现在让我 我还是有点诧异 说实话你三十几岁了 你不应该是今天这个状态 就我所认识了人的这种状态的话 可能是因为面对摄像头的原因 你很紧张还是什么原因 你反正是跑销售的 我们销售不是你理解那种销售在外面跑那种 都是人家上门的 人家找你 然后我们都不一样 我们都是我们去找人家 咱也是蜈蚣吃萤火虫 心里有处啊 就照咱大哥的言谈举止 这要是真的在外面当销售跑业务 就凭借这情商说话的功夫 不计得的皮包骨都是干嘛的 穷的都得住到桥洞底下过日子啊 反观咱大姐还真是大方得体 面对咱大哥的诸多戏剧性的表现 大姐还给咱大哥原场面 认为大哥指定是面对摄像头紧张 这样的老婆被咱大哥遇到了 真的是八辈子修来的福分啊 现在是出现这么一个问题啊 就是说我们的女嘉宾呢 她下午就是要去忙她的生意 要不要去送一下她 也可以看看她平时的一个生活状态是怎么样的 包括你开始说她性格很强势 其实有的时候 一个人的性格是被生活所逼出来的 你平时的生活的地方是在国旗里边 但是女嘉宾不一样 她需要在社会上去打拼 可不可以去见识一下她的那个打拼的场面 可以 那就送她过去嘛 好 那走吧 我有空 我送你过去 要得 看看我的公子嘛 行 你的车子是你自己买的吗 对 房间是自己买的啊 房子不是 房子是家里面付的那个手骨 然后我自己养钱 哦 自己养钱 车子是养钱吗 车子是家里面出的 前方前方 也是家里面出的 在地区的路口又转到进入 外部队 你刚不是问我公子的吗 我公子自己养钱 我都是说这个车子 你不让他出 我说这个车子 你不让他出 我说这个人 他开了10级完的车啊 好 我都觉得有点差异 我都当时问了他一句 我说你好多年的家里 他说他两年的家里 我只是问了一会儿 我说这个车子好像跟你的气质 不让我匹配 但是他也是很开实在 我说他实在是很开实在 他都说 不是他自己买的 是把父母给他买的 因为他爸爸妈妈都把他 就是车子房子都拿供起了 我觉得 我问了他车子房子有贷款 可能他自己在换 好 车子应该没得贷款的 应该是全款买了的 我觉得他还是 整体条件比较优越的一个人 真是一瓶子不满 半瓶子晃荡 上不了台面 咱大姐一看到大哥的坐驾 也是胡同里赶出 直来直去 直言这车和大哥的气质不符 这是打心 你觉得大哥没能力啊 不过一码归一码 虽然说自己的能力不咋利 咱大哥的家庭条件是真的不错啊 这20多万的豪车 那是说买就买 买房的钱也是老爸老妈操的首付 咱大哥就负责每月还还房贷 真是飞机上抹胭脂 美上天了啊 是自己挣的啊 就你现在就是房子车子这一块 也都是自己买的 对 对 那相当能干了 女嘉宾平时工作累不累啊 还好 还好能够成事 有没有说想找一个 肩膀可以依靠的那种 肯定的 这是肯定每个女生的一个需求吧 应该说 应该每个每个做实体或者说做生意的人 她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认识 其实没有女强人世界上 都是没有找到 或者说没有遇到合适自己的另一半而已 杨宾平时去跑业务的话 都是一个人开车去吗 正常情况下是 最远的话去过哪里呢 我记得最远的一次去开到前江吧 前江 早上去晚上回来 一旦面好像从重庆过去 好像都要开个四五个小时 五个小时的样子 往那一听就开了十个小时的车 对 还是相当辛苦的其实 还好人年轻 还可以 还可以hold得住 真是唱戏的躺眼泪 可歌可泣啊 咱大姐这样是的 东跑西跑还真是不容易啊 一天来回都要驱车十个小时 不说这东奔西跑得不容易 就光是这烧的油钱 咱看了都得摸摸腰包啊 如果不拼摸奋斗 连混口饭吃都成了问题 再回过头看看咱大哥 丝毫不用担心担心业绩不够吃不上饭 往办公桌上一坐 这送钱送业务的就主动找上门了 在车上其实已经打开了 了解了一会儿你 我去香港问一下 你来的责任要求是啥子吗 其实我的责任要求 跟大多数人都差不多 大多数人啊 就是自己不砸根 但是又想找个好点 但是不管金钱的事情 是跟人有关 那你想找哪种男生 找老公 找个体贴点的吧 找一个体贴点的 性格好一点的 对自己要求高一点的 刚才听车上你说了 你打开了一个收入情况 你说你拿到收入的话 也差不多五六千块钱的样子 其实我想了解一下 你这个万一以后接了活动的话 家里面的孩子 孩子啊 真是老奶奶酸辟我 给爷整教了啊 咱大哥直言自己的择偶要求 和大多数人一样 都是自身实力不咋力 但还偏偏想要找一个条件 比自己好的 真是厕所里撑干跳 过分啊 咱躺在床上玩手机 都得挨枪子啊 这说的话 俺可是不同意啊 一说起以后的结婚开支 咱大哥这回答 还真是直白明了 一个人供应 全家指定会恼火 咱大姐带孩子 坐院子一年就足够 直呼不差这一年的工资 这堂话还真是一点都不被闹了 同意啊 我也同意啊 这个东西相复了 大家是相复了嘛 但是你这个 你男人应该分担大头啊 你这个 万一你找个老婆 差点两天嘛 也有限的话 只挣得到个 两三千块钱 那够啊 我觉得 如果说 他来的这种 叔叔坤在我来的 这种观念里面的话 可能不够了 他没得一个放生的钱 在外面家里面 有点啥子大事 风险那一年的时候 我根本都无法预估这个东西会咋个办 会那么整 把房子买了啥 买了住哪里 住嘛 你不是说 只是 只是短期的 你怎么能哪个人家 还找人家住啊 我就收着饭正常吧 两到三万左右吧 三万块钱左右 一个月的话正常吧 正常 没关 两个账饭中心 就涨太高了 对吗 中间的平均中心 是什么 才不前 我们不能拿平均 我们不能拿平均工资 本身我们都是 本身我们也是 都书能过来 我觉得再能够 还是要走得 稍微一点点 上面说的话 大概在四五十万左右 那些啊 那个 我怕说得太夸张了 我觉得很正常啊 What 真是大姑娘做花轿 头一次啊 本来以为三大姐是个大方得体的人 没想到确实泥丘村弄 深藏不漏啊 直言自己得偶的标准 一年的收入 怎么着都得五十万打底 这要是一个月没个四五万 属实是配不上咱大姐了啊 咱看也是泥丘跳龙门 痴心妄想啊 咱能看上月收入四五万的 人家这些收入四五万的 倒是怕看不上咱啊 我说三十到五十万 他只是一个框架 真的那个人跟人之间的那个东西 万一他有可能十万块钱 也许我也能接受啊 但是我说万一他有可能 他两百万我也能够成熟啊 我也能够接纳啊 对不对 不再两百万 为啥这样把自己 搞得那个 一定要在这个 房间的框框之内 然后我说首先是看人 首先是看人 那个人在人堆了 我们啥子事情都可以起来 对不对 他可以走 你煮不煮饭呢 你太难了 我看出来了 你说你不煮饭 你又不洗衣服 洗自己的衣服 你拿你前妻的衣服 你没洗过吧 没有 你为什么都没跟他洗过衣服 你老婆你前妻 都住成夫妻了 你还会存在你呢 我呢好嫌弃对方 你都没把对方看得起 说白了 你肯定最开始现在来 婚姻的时候 你都没看得起对方 不是啊 我一开始觉得洗衣服 本该是男生做的 那什么才是男生应该做的 挣钱 你挣了好多钱吗 你们回去吧 我不整理了 别人相亲兴高采烈 咱大妈相亲 直接失声痛哭 更是要求中断相亲 这突如一幕 属实让红娘慌了谁呀 你多下岁数了 92岁了 92岁了 那是高瘦啊 那高咖一样一样 那天天就得就你俩一块生活呀 对对对 我天天做一天三顿的 简单的 在中午有点虾面条呢 有点焖饭呢 反正是一天这三顿饭 必须得做 啊 那你这一天的三顿饭 那肯定是有啥了呀 对对对对 我老母亲吃饭的 虽然吃的不多 但是你必须得给做做出来 我早一早 一般情况是六点钟前呢 完了开始就是做中 做完中完了热点馒头呢 再整个菜呢 这么的一般情况下 俗话叫树玉镜而风不止 子欲笑而亲不在呀 要说咱大家的孝仙 属实值得别人佩服 这个已经不如晚年了 但依旧在照顾老母亲 光这份精神 就已经碾压很多人 这的菜便宜 我从来都不挑 从来都不挑 就来十块钱就行了 吃饱多呀 你俩人能吃饱吗 吃饱了 就两三斤都给吃不饱了 我钓 你看咱们钓咱就给你捡起来 看看有没有三斤 不是就是十块钱的 行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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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些码吧 微信收款十二元 没你钱给完了啊 再我拿刀 我再买点茄药 干什么要愿意吃啥呀 吃饭有没有挑啊 就是 不挑一般 硬的呀什么的呀 呃 有那个有假牙 就是就是 这一般的软会行 买点软会来吃 这些东西都不类吃 这些东西 鸭鱼全掉了 全掉了就是香的呀 这茄子 回去打卤 打那个 那个什么卤 做面条的卤都行 做卤和做烧茄都行 做卤和做烧茄都行 豆角就是 各幼炖完了 各粉条 或者各那个小贝贝 这是什么 绿贝贝 绿贝贝 昨天那个水果都买了 今天咱不买 昨天买的茄梨 茄梨不远乎吗 茄梨也行 咱红娘也是一连猛 毕竟今天可是乡亲大事 但咱大爷依旧一脸随了 不慌不忙地去菜市场采购 倘若乡亲大马直到大爷这个样 估计也十分感动 毕竟有孝心的人到哪都受欢迎 因为我九几年前就开车 那家是全国跑 你像上温州了 上云南了 上四川成都了 拉货呗给你 哪年 92年 那才92年一直干到2002年 那你不是什么 单位的 我这一辈子就开车了 那家就是咱家那住的 就是这个大货车出租市场 我出门就是市场 就是天天早就有来雇车的 咱就这么行 那就养一台 就这么的 完了就跟单位领导 就是请是就是停行楼子的 就这么的 干上这个营运行业了 那家上班挣多钱啊 三十几块钱 那你要是干那个呢 干这个 那那那一月 那这不是说一千两千的了 那就对 近万十多块钱了 干到2002年 或者这个咱说一说市场吧 咱这活也不好了 完了就不干了 完了就 就给别人打工了 就是开这个大客车去了 旅游 这哪都跑 你看北京 山东青岛送人 俗话叫做英雄不提当年有 在前几年 咱大爷的确站在行业风口了 所以成家立业 日子也过得越来越好 可惜后来离婚 他也选择了净身出户 如今退休金就那些 在个人条件上 的确没有一部分人乐观 对于老母亲来说 不管儿子年龄再大 依旧是自个的心头宝呀 所以找个老伴 才是眼下最好的选择呀 虽说和母亲生活在一起 但那终究算不上完整的家呀 我是房屋一间地屋一楼 哈哈哈哈 我没有房子 那个 离婚以后把房子给钱齐了 我平时就是做完饭了 没啥事了 去锻炼 这一般就是这天热了 咱就不得就晚上出去了 早上就是说有一间上市场去买点菜 然后溜达的回来 完了呢就是晚上呢再出去运动一下 运动完了呢在外边就 我们就跟前有下象棋的 上次在看我象棋 看完象棋九点多钟 我和我们同学 最后就我们同学 完了我俩再一直回来 我俩天天是 这是来回留的就是留的 咱们呢不抽烟 不喝酒 地酒不沾 不赌博 不良事好没有 咱们绝对没有 要说咱大爷也是五好大爷 不仅没有不良的爱好 并且还会做饭 在此标准上 咱大爷也是简单直接 说通俗一点就是 只要好好过日子就行 对于咱红娘来说 如此要求肯定很好实现 在这干啥呢大姐 做饭呢 我是在这做饭呢 给那个跟什么那个 项目部这边做饭 做多少个人饭呢 十五六个吧 十五六个人呢 那你约别能挣多钱呢在这 四千 那不少挣呢 还行吧 十五六个人饭不好做吧 不太好弄 反正我以前没做 这是我团体的 朋友啊 我最好在长城 就有最好的一个姐妹了 这也是在这一起 我妹妹 怕今天我可以把她搭 好人来帮人搭摸搭摸 哎好大姐先走 妹妹优秀 咋的呢 哎你是干呢 啥事各方面 下手一会 是吧 我看这厨房 手都干净了 哎真干净了 手不理麻婆 麻婆不理手 一天就那么麻婆 洪松出山 到哪都是洞梁呀 咱大妈也是闲不住 尽管是她自己的相亲 但刚见面依旧还在忙碌 虽说相亲是大事 但生活也要继续 就跟着个人家过日子似的 那你不得给人收拾干净利索呢 别人咋干咋不知道 但是我就认为咋的利索 要我干的话 我就干得像样的 就整得干净利索的 我饭店 卖过服装 开过超市 我零四年就下岗了 这一下岗你没啥干的了 没有收入 你不干啥整啊 待不住 没啥事跟孩子干的啥 去年前年整个缩缩缩 那边到昆明 到县格里了 厉江大理 那都去了 在昆明跟我大弟弟 弟媳妇我俩开那个饺子馆里 在北京就物质全路 打工里的 环连超市 在天津有一个物流远 跟人出赵餐 给人家 我就是想一般找个标榜 你说 那现在全职去旅游吧 咱们没有那经济条件 一说起过去的故事 咱大妈也是滔滔不绝 毕竟看咱大妈工作的风格 年轻时候也是个女强人呀 这要是和咱大妈集合在一起 那肯定是双家合并 天下无敌 三年就离了 哎呀 咋说呢 这晚上这就是两个人的事吧 你说不清楚 伤害太深了 不得吧 你们回去吧 我不整了 你自个儿心可酸了 我都给他整到我那去 可有那个啥的 深圳的不去呀 没准备好 没想好 我们今天可以白折腾 但是我觉得你这个心情 你得解开 我就觉得我适合一个人 我就不 走不出去这一步 真不好意思 这下可巴比丘了 看咱大妈的反应 对于婚姻也是失望 她妈给失望开门 直接失望到家了 关于上一段婚姻 还没问几句话呢 马上就掉眼泪了 甚至还表示不相亲了 这犯表现 瞬间让红娘也猛了 不是咱大妈不想相亲 是自个的心结还没有解开呀 这个老头老太太吧 她还差一点 你说眼睛儿女呗 你就是有财产啥的 你说到时候 你老头先死了 你说你还上哪去 啊 到那这呢 你说你啥也没有 你是不是你就得走 那眼睛儿子眼睛继承那个 那什么 你咋着 是不是 就是有很多东西 现在吧 我就现在我就担心害怕 你知道吗 我就怕这事发生在我身上 所以 到时候我还回不去 所以大姐你不是不想找 你就是怕遇不着好人 是不 对 大姐我觉得你吧 不能老是想着说 万一我碰不见好人咋整 那你说 现在就算有个合适的 另一半正在等着你 你不肯走出这一步 那缘分不也就错过了吗 我现在我也这么行 我说你要是那啥的话呢 就是你见面看看 只要能对我好 只要能拿咱当回事 知道吗 嗯 那就行 如同红娘所说 咱大姐的确有心结啊 不过咱大姐所言极是 万一和大爷走在一起了 未来大爷要是先走 这个岂不是又无家可归了吗 我给介绍一下 这个是那个张瑞君 张大哥 你好你好 你好你好 大姐也姓张 很家 很家 500年前是一家 大姐叫张元 张元 好 这会儿太热了 没啥地方打 要不咱 像那个附近有个百花园 咱在那儿溜达溜达 百花园也行 百花园离着不远 都不得四环境去吗 就 挨着那哪儿挨着大哥岛 旁边哪儿不就是百花园 他去哪儿都知道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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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得跟大哥解释一下 因为本来约的昨天跟大哥见面嘛 好了大哥等下午也没见上 我俩老客老人伤心了 然后有点状态不太好 所以就没跟大哥见面 昨天确实这个没空饶情 对不起 对不起 时间是有事 人得去理解人 把自己 人家想做什么做什么 得去理解他 看见何花多好 我今天这热的选挺好 还能看见何花呢 多好看呢 刚长年 咱大爷也是善解人意 得知咱大妈的情况后 初来乡亲也没有快速进入正题 而是领着大妈去转转 毕竟心情好了 相亲才会有动力啊 那孩子呢 我孩子自己 姑娘 结婚了 孩子也有 孩子也有 最初也不小 但始终没结婚了 你不结婚 你也不想结婚 哪还是女孩啊 我就是个姑娘 我姑娘也一大上班 自己考虑 相当厉害 你姑娘四周随便结婚了 人家讲话的 就是说将来有点啥事啥的 我还是得担心 姑娘随便结婚 但是人家自己 经理能力啥都有 你担心啥 我就担心到老了的时候 咋整 抽烟喝酒吗 不抽烟不喝酒 那实际都不抽烟喝酒吗 连麻将都不会 说句话 那排他都不认识 是吧 可以跟你这么说 低酒不沾 眼酒不动 如果我要是抽烟的话 小脸能这么担心 我得去黑酒 你说是不是 他说他不抽 不玩 不耍的 那你说的咱们也没看见 有一个母亲 多大岁数了 九个多岁了 是吗 没真好 什么家有一老子 真是有一宝 我家也有 我老父亲也九十多了 是吗 但是他跟大儿子在一起 但是大儿子也不在家 在四村 现在就是家有保姆 不用我们 我就吃我老母亲 一天三更饭 亲我老母亲 今天二福 我得顾家跟我妈做面条 他确实是挺孝顺 听得真的 就听得说话唠嗑 他这人我挺佩服的 他就这一点真的 就是说他真做到没做到 我也不知道 都得是过后一点点 今天有很多东西我也没问 今天问了他 他跟你说的也不一定是真事 大爷你怎么对大哥说的什么 你都不相信呢 我觉得哈 就是不管今天你俩 这个成不成哈 但我觉得你对人这个防备心 太强了 或许是因为在婚姻受过伤 在和大爷交流中 咱大妈明显有点过于防备 对于大爷所陈述的事情 大妈一直抱有质疑 可事实就是如此 大爷不仅没有任何不良嗜好 并且还十分孝顺 虽然红娘不断的解释 可咱大妈依旧有点不相信 更是直呼社会复杂 人心险恶 看来咱大妈要是走出心结 的确需要一点时间呀 相亲还没收尾呢 咱大妈就已经消失不见了 看来第一段相亲 只能画上结尾了 找一个有演员的 身体健康的 人品好的 这个都没变 对 别的条件的话 基本相当就行 大哥 来了您好 您好 您好 怎么称呼您 我叫张瑞君 张瑞君 解放军的军 监瑞的瑞 张老师 大姐就不用我介绍了吧 大姐 谁就随手我就忘了 大姐叫随自己 随自己 随自己 你说随老师 你长得像谁 像谁 沈丹萍 电影演员沈丹萍 你俩长得特别像 终于看见本人了 挺好 确实挺好 体型呢 咱说身高呢 一瞅着咱说的话 那种蚊子彬彬的 这个方面我瞅着就是碎眼 当你遇到对的人的时候 你什么都是对的 觉得就是人丑的还不怀人 丑的人还挺连人的吧 和第一位大妈不同 咱第二大妈也是相亲丁的户了 凭借着一副和蔼的表情 得到很多大爷的青睐 这刚出场又被大爷相中了 如果按照这个节奏 俩人肯定能成呀 我伺候我母亲 一天三中饭 必须得做到 刚跟我妈打个电话 我老妈对不起了 现在想多了 忘了 我那啥那个中午的时候 我就上班去给我爸爸 那饭放饱饭放盒里 他那老父亲那种话 你没听说吗 刚才也闹着说 他临上班之前 给他老父亲饭都做好了 给保温盒里头 一瞅你不是 你想得特别走道啊 人一看就是想得特别走道 咱一瞅确实也有效果 该咋是啥 没有爱心 孝顺 看出来挺孝顺 对他这种孝顺 是不是也给他加了点分 加分啊 随大姐 和咱大爷一样 咱大妈也有高龄老人在家中 当然俩人论孝顺 也是旗鼓相当 不过按照个人生活来说 倘若凑在一起的话 都得照顾各自的爸妈 这对于新的家庭来说 并不是那么乐观呀 去处还不算太大 咱们该出去玩 咱出去玩去 旅游嘛 是不是啊 你这样的话 上个地方 你刚才带着我父母 带着你老父亲 带着老母亲 咱们出去玩去呗 就是上个景点不去的话 就是领他们出去溜的 他也是善心 我没说随老师你这点挺好 你还会开车 我愿意出去有山有水的地方逛 挺好 带着老人出去走走啊 或者俩人出去走走那都行 为了得到咱大妈的青睐 咱大爷也开始努力介绍美好的未来 带着二老 可以去全国各地旅游 而咱大妈也表示 十分喜欢外出游玩 我做东 不是你做东 谁做东 我那小包房 小包房呢 我随了是 你给我你的记录 小包房 不不不 我就不好意思给你们什么 童多钱 随老师你这个机会都不给我 哎呀 以后再说 随老师不给机会 跟我说实话 我现在感觉他的全头 我现在我除了一趟 上到卫生间 就是这以后 他比我反还快 可以适当的把这个再降一大 那倒是 嗯 是不是 那倒是 你说他大姐啊 他要再降一点呢 他降不了也改不了 这个我太觉得 喝酒感情 去吃 因为他喝的 现在已经喝了这种啥 免得滑水 哈哈哈 想找我喝酒 就去训练 那个真正的 要说 咱大爷真是城墙上的首位 高手呀 咱大叔只是喝酒 结果被他对的抬不起头 看着表情 都想终止相亲了 我叫杨花总 那个 今年52 我家有酒台的 你跟前妻 您俩是多大结婚的 哎呀 我26 他24 我比他大俩 刚开始结婚也挺好啊 感情挺好 就是后来 过个两三年以后 我还其实慢慢讲 这事儿也多了 就是 都互相没说什么假 都互相 谁也不让人 谁 就主要是年轻人家贪玩嘛 贪玩 一人出去喝酒去 打麻将啥 就是 烂七八糟事 因为这个事儿嘛 这是那个 当时我 当时我的媳妇 他就不乐意嘛 生气嘛 以前喝的醋 次数好像是多一点 现在回洋起来那 就是不懂事儿 所以说就是 才那个 才是造成了 那个离婚 那俩人样一样 就是 不至于说离婚 有些错能犯 但是有些错他就不能犯 所以说就是 没什么假的 我 我这个错就是不能犯 但是现在后悔 后悔那也 也晚了 咱大哥也是厨房里的案板 尝过爱情的甜 吃过爱情的苦 自己当时青春年少 一气风发 随心所欲不懂事事 三天两头 没事就出去喝大酒 可怜妻子一个人孤独寂寞 独走空房 毕竟谁希望自己的账户 整天无所事实在外也混 关键是有错人家就不改 这倔皮气三头人都拉不回来 吃一线长一日 汤海桑田枯木迎春 经过了这么多年的生活感悟 可算是浪子回头金不换 咱们就拭目以待吧 这酒台是吗 对 黎丽 是个黎丽 对 没有孩子 对 为什么待会儿酒台 心事也是 断了线的风筝 没死亡了啊 经过了几句不温不火的开场白 咱大街也是胡同里赶住 时来时去 直言演员不对口 没相中咱大哥 男人讲究风度女人 讲究气质 这是打心理学的大哥不行啊 但是咱大哥的看法就不一样了 觉得大姐性格泼辣 心直口怪 就是不会整那些虚头 八脑屎半子的 咱大哥这会是喜欢了 就怕一会被咱大姐对的体货安护 你没有想问的 想问的就问吧 你是退了 我退了 你现在干什么呢 没做什么 多离多年了 离多长的 14年年代 所以就接受不了 没了之后我就给女儿带小孩了 今年也没想找 今天小孩也上幼儿园了 完全一切水 挺有适合的 也得找另一边 她好像挺能喝酒的 是不是能喝酒啊 还喝 她能看出我喝酒呢 是 你是不是能喝酒吧 喝 就是什么偶尔 偶尔喝啊 就是那个眼珠 眼珠和那个面色都能看出 和你不喝酒店都不一样了 你说我这脸是不是有点黄啊 对 你这脸有点黄啊 你这脸有点黄啊 脸红一黄啊 就那个眼珠味 眼珠味 眼珠味你的眼珠就不一样了 是不是有点黄啊 有点黄啊 对 是不是 真是唱戏不看剧呗 属实离谱啊 这聊得好好的 咋还就突然说咱大哥喝酒了 咱看了这么多相亲节目 见过看家里酒瓶子 多判断人家酗酒的 也见过闻到味觉的人家喝酒的 但是这光看面相 就一口咬定人家喝酒的 咱这还真是大姑娘做花轿 头一燥啊 咱大姐还真是一球尊重 身藏不露啊 直言看大哥的眼珠泛黄发红 就这模样指定是酒不离神的 偶尔喝是什么情况下 是来客人呢 还是 朋友聚会呢 自己在家喝不喝呀 自己在家有时候偶尔也喝 偶尔你这是只一天呢 两天呢 那不是 这是什么 这是来人呢 或者是朋友聚会呢 自己在家不喝 偶尔也喝 对 要是有时候有点好菜 你看我能看出来 好像天天喝酒能看出来 看出来 哎呀你不想看哪 真的看出来 所以说如果你要是说天天在家 一天自己喝一顿 你这样是雷娜一顿 你是不是天天每天在家 天天在喝一顿呢 不是 不是啊 不是啊 隔三差五 怎么样那你就是在家就喝 嗯 量少是多少 我三两二两这 三两二两就不少了 对于不能喝酒的人 打电话 对不对 那就感觉那样就不少了 听他这话还是有点有好菜就喝 那你说现在生活水平 家家就能斗断 他就说那是不是他就是喝 真的我就挺害怕这事 咱看这么亲事也是断了线的风筝 没指望了啊 面对咱大姐的指望 咱大哥也是表示偶尔喝酒 朋友聚会家里来客人这才小说一杯 但是咱大姐的直觉告诉自己 大哥就是挺喜欢喝酒的人 直言要是酒不离神的那指定不行 就这生活水准 不说整天一三餐大鱼大肉 那岂不是天天都得沾点酒 不过一码归一码 咱大姐抓住喝酒这个是不肯让步 这指定是有故事的 你笑耳耳我就知道了 那你就先晚上喝 就你的话 你肯定是天天晚上 你得来一个 那不是 那不是 你看你不想会肯定是喝酒 怎么看出来 就是天天喝酒的人能看出来 你怎么能看出来 喝酒的人多说 你们不喝酒不知道 就是末的这句话 就翻来覆去的说到一遍 嗯 就是挺 就翻脸的拿着 不失配 那她那是一口 她那是你服的 那最后啥事让你俩没婚了 也就主要原因就是这个事 就是这个事 还没有说别的事 所以呢 我就说再喝就是 找另一半我肯定不能找 在家喝酒的 咱也是无功吃萤火虫 行为有数 事已至此 咱大姐也是表示 自己上一个婚姻破裂 幕后真凶就是喝酒这一茶 虽然咱大姐嘴上没明的说 但指定是因为丈夫喝酒 吃了不少的苦受了不少的累啊 所以这才一招被食咬 十年怕警生 一了解到大哥喝酒 这就打破砂锅 好个问题 咱看大哥是要栽在这道砍上了啊 人吧这个 约生活吧 它一个样 人家平时吧 我还没得卖好 哎 就是你看咱说 你要上一天班 那挺累的 说你家说 回家 回家 刚约着姐娃 我还真没什么爱好 我还真没什么爱好 我还真没这个爱好 在常常干活下就是 你看尤其说你看 那样就是干一天活的累了 然后你说自己 自己那什么住户房子 你说回家 就自己也没进不去 从那时候开始就是养成这习惯 我也知道说 其实怎么说 就是这种生活习惯不是不太好 但是 哎呀 其实怎么说 先来养成这个习惯 这个喝酒跟 就是说工作辛苦 没关系 那你说有 就是我处理 那是那个 男士 罢工吗 或者是莫工 那你说那工作辛苦 一定有的 你也不说天津晚上喝酒 咱看也是瞎得认真 始终对不上眼啊 眼看就要被咱大姐说的一无是处了 大哥也是趁机解释道 自己整天朝五晚酒 天不亮就整装蛋发出外打音 半夜夜深燃静 这才满头大汉回家 长时间的生活压力和不规律的作息 家里又是空无一人孤独寂寞 自己被逼无奈 只能靠喝酒来发泄情绪 长时间就养成了喝酒的习惯 但是咱大姐明显不是这么好糊弄的 直言人家梦风瓦风也是整天劳作 人不平别怪路不平 以后我觉得你如果觉得不好 而且有了你爸子 我觉得你可以适当的把这个再降一点 那倒是 是不是 那倒是 你说那大姐 她要再降一点呢 她降不了也改不了 这个我太觉得喝酒了 因为她喝到现在已经喝了这种茶 眼不滑指 所以 这个喝酒的事我觉得她真的都改不了 她喝酒的人挺多 不是说那 那你就拿那十个男人就拿着去喝酒 最会喝酒你分什么情况下 说你外边有场合有任何情况 喝点酒都正常 是不是 或者是家来客人呢 她这不是 她自己在家 长火 早晨不过 可能晚上 这些一位 嗯 这一位 肯定是弄了事 所以呢 我觉得这个事也不适合 我不想找个喝酒 就是训练人员的真正大 谢谢 嗯 最终也是乡亲失败遗憾溃场 虽然咱大和一再表明 自己知错能改 再也不是当年那个做事不计后果 硬着头皮一往无前的冲动小鬼了 但是咱大姐就是铁了心的不讲究 直言九气勋钱的指定不行 大姐这用不用换鞋啊大家 不用换鞋 不用换鞋啊 是 什么大哥 放到大姐家 大姐给我们接着去吧 这是 这是默契 是 看到大哥是不是挺公众的 挺好 大姐那小花是买的还是自己做的 那是我做的 自己做的 自己用手工编织的 是有这个平时有这个爱好吧 对 喜欢做花 这厨房 厨房 厨房也小 厨房整个也真挺公众 挺好 行吗大家 挺好 大哥你平时是自己住吗 不 我跟我父母那边 那你那个家里是父母受伤 我受伤 我受伤 你平时也能受伤 对 我受伤 大概起初一般都我受伤 能到这个程度吗 比不上 你没发现她的这个残居上都有链吗 嗯 很漂亮 是爱干净吗 还是 她都会有 都是存手工作的 不是 但是买的链 那是买的链 高手啊 家虽小 但却十分精致有料 啊 你家酒台的啊 酒台几家的啊 我家老家酒台的 过来多少年了 过来 从我父亲那边就过来 啊 这老家那边现在还有看下亲属吗 有亲属 酒台 是吧 嗯 那你这一年什么也得走过去吧 嗯 去上去 我有几个姐姐在酒台 啊 那挺好 在那个 区府小区 还有包园养院 什么 你现在退了 我现在退了 在什么单位 在 长城轨道客车 嗯 我这台酒台不有电场吗 我在那上面 嗯 正式的 不是 但是也是给人打工 原来有原来正式的 下岗了嘛 那你们得六十去学 那啥 没有小孩 没有 没孩子性格是不是合路 那种 长辈有孩子 这个其实怎么说 那就是来印度国的 当时没药啊 嗯 对当时没药 对 两人经过一番的了解 咱们也不难看出 大哥大姐两人都是普善言辞 这说的话是想一句说一句 不过只要不出分歧不能矛盾 那这就算是个好消息啊 你离多年呢 我离 二十七个年了 哎呦 那么几年了 哈哈 哈哈 那这你始终没找吗 没有 哈哈 我离多几个也不好 也是不合适是吧 嗯 那你这现在就是啥 就是那个得要呆 没完事就得要呆呆呆呆呆呆呆 嗯 丑得挺文明的 挺好的 嗯 这人最起码看着说那个 挺挺 怎么说 性格挺好 都是长江里的石头 经历过大风大浪 两人都是自从上一次婚姻破裂 几十年了到现在还一直单身着 妥妥的大火烧竹林 一片老光棍 咱看这么心事也是摸着石头过河 稳稳当当啊 咱大姐都表明心意了 直言对大哥印象不错 脾气不错看着成熟稳重 爱情经不起等待 大声表白就要现在 我以前我心里很开朗 以前是开朗挺的 嗯 就是在这些年心里变了 咱能改变这么大呀 那可不大呀 我话也少了 原来吧心里挺开朗的 可是岁数大了 那也感觉 生活也不是那么太容易 话变的也是越来越少 工作不信心 嗯对 工作事业都不行 语言少一点也挺好 今天废话多累 我跟父母在一起 我跟父母在一起 是那个 跟父母在一起 生活过 父母身体都挺好的 还行 就是我母亲有点耳朵有点背 我父亲身体 也算凑了 都八二多了 你父母很简单吗 我都没了 都没了 一些到他们没了 啊 你跟他始终在一起 对 那你应该有通关 不论跟老人在一起 大脚大脚的 老人他都仔细一辈子 他肯定看不完 我不妨碍有老人 连谁都有父母 咱看这么亲事也是 铁头戴了钢帽子 保险的很啊 一说起老人的问题 咱可是心都颤了两颤 就怕咱大姐听了嫌麻烦 毕竟好不容易铁树开花 再来一春 这么大年龄了 还有几年的光景 能享受黄昏恋 老人在身边 毕竟二人世界不好过 花钱觉得咱们大手大脚 那是东挑毛病西减刺 但是咱大姐去表明 自己打心底一点都不介意 我刚才说挺温柔善良 他对老人还挺接受的 对 这一点我就挺满意 我们对对方的感觉怎么样 大哥你先说 我还行 我认为挺好 那就留个微信 留个电话 大家走路真可以 你自己能走 真正行 家有一老 如有一宝 要说咱大爷相亲太挑剔了 弄得93岁 老母亲当面指责他 毕竟咱都六七十岁了 没必要挑三拣四了 又不是大姑娘出嫁 头一回 在路口碰见那个有一个大哥 是不是管你叫牛人 说你最能干活 真的 反正这一辈子 啥干别的不行 反正就是能干活 就干活 我告诉你 就玩命 我不住这 我家住在西石道街 东石道街 是市里头说 对对对 我在这家养牛 就在这块养牛 有地上 那这块就是你那个养牛的地儿 对对对 行 我牛就在这儿 咱往里看看 咱大爷是红松出山 到哪都是栋梁呀 虽然已经上了年纪 但却是养牛大户 这十里八乡都知道他们 所以咱红娘也好找 虽然不认识路 但一打听都知道 一起养牛啊 不是跟他一起养 就是咱们借住这个地上 在这就看着了 他就剩三个了 那边那三头牛是你的 对对对 剩那些都卖了 大哥你之前养过多少头牛啊 之前最多说是22的 你刚才说你属于借住这个地儿 对对对对对 这地上不是我租的 我租的那个地上在这后边 我老伴死就在那死 我是走到脑出血上 最爱我的手走的 在这当我们这家屋走的时候 往外走的时候 大伙台子 最爱我的手都不散 不提起他吧 一天嘛 现在混得混得的 有这些牛啥呢 混得的感觉心情还可以 要一提起他 我除了进去的 感觉心里头也不痛快 不怕不行了 我也不能在那住了 就这么后来的话 我醒醒我说挪到这儿来得了 麻省总挑细处断 宁愿总其苦心人呀 一说喜事须的老伴 咱大爷就满脸忧伤 不过越有殷勤残局 人有悲欢离合 此是古南拳 啥事还得往前看 阿姨姐好 这是给大哥介绍对象的 这哪个人咋样 还行啊 我也行 我三个这人特别实在 还应该还实在 不难就累得了 那不是一朝一夕 那是谁真的能干成的 又满又脏了 那老了 这你一嘴我一嘴 都是你代言人的 给四十代摆着 你看这牛在这摆着 咱大爷的汽油团也十分给力 刚见面就一顿美颜 毕竟咱大爷也是实在家 不仅会过日子 养牛也是一把好手 如果要找个合适的老伴 那肯定是双街合璧 天下无敌 六十多岁 感觉呆子也是呆子 退休了没啥事了 说你养几个牛 老爹给你养子 呆不入嘛 呆不入 呆不入 就是呆不入 不输不耍的 这人说什么讲的 这一辈子就是这样 这性格就逮着你 呆子这手脚都刺呢 哎呀 你就琢磨叫他老爷别闲子才好 就愿干活 哪天几天起来呀 呃 现在是三点半到四点 咋起来干啥 喂牛 起来就是熟熟这钻圈 整整这个牛屎 牛就是吃那个豹米嘎 对牛吃豹米嘎子 我捆豹米嘎快 毛腰毛腰就是不管多长老 一吃一气就到头 一天都捆帮上地 十了天就五六啥 干活就是透了 你有多少活都 你就在那嘎堆 像老牛似的一门拱 活着玩眼睛是赖蛋 手是好汉 你这活着玩 你只要干 他就架不住干 你要一见他就打出来了 那就麻烦了 虽说今天是咱大姨相亲 不过咱大姨依旧十分忙碌 毕竟找老伴是重要的 可把牛喂饱 也是每天必做的事情 虽说此时没有老伴 可咱大姨依旧乐呵呵的 更是直言 每天的日子是十分充足 回得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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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你们上我的楼看看 楼多大呀 八十多 八十多瓶 那属于几室两室 三室 我现在我老妈和我这个大妹妹 她俩等着住 老妈今天多大呀 九十三 这么长寿啊 嗯的 大娘你好 你好 身体哪样啊大娘 身体挺 挺好的 挺好的 走路啥的呢 腿脚哪样啊 腿脚还这么 我看这耳朵也不聋哈 不聋 我有点不聋 说话表达啥的 一点都不像九十三 腿脱脱我都可 能去 自己能去 给你儿子介绍对象来了 好啊 好啊 我认识本来挑一 从大生来 我们这孩子能干活 他不但能干活 脾气还好呢 行啊大娘 歇着吧 你们着忙啊 我们不着忙 我怕你说话累掉 不累 高兴成一高兴 哎呀 得知咱大爷今天要找对象 咱九十三岁的老母亲 也是感到十分开心 面对红娘的询问 更是直呼咱大爷会过日子 就冲咱大娘那么严 这次说啥也得咱大爷安排明白 将来如果要是找着那个老伴儿了 你是咋打算的呀大哥 我咋打算的 我老妈住这个楼啊 我不想让她走 就想叫她在这继续住 有个大妹妹伺候呢 我特别放心 成家也好 结婚也好 我还是在外边走一个 如果老伴儿同意的话 就是一起住呗 有可能说是住这个楼 能有那样的吗 怕不太愿意啊 如果要是不行的话 你的意思就是 如果她是说同意在这住 那她那头要有房子 不也行吗 她那头有房子 看方不方便吧 人家那头要同意的话 你也可以上人家住去 我说实话就是走远了不行 我就是十天半月我回来看看 可以大娘 这都可以 大娘走路真可以哈 可以 就自己能走 正行行 小棍儿 这小棍儿我怕倒了 怕倒了 要说咱大爷三观十分清醒 虽说现在不愁吃穿不愁吃喝 可照顾母亲 依旧是她未来要考虑的 即便组成了新的家庭 也不能让母亲搬出去 不过这对于大妈来说 估计也是个问题啊 万一咱大妈也没有房子呢 她那点写的我们结婚了 这是我儿子的 我儿新房 这是我的儿子 那个给学校买去 学习房了 你现在不跟儿子一起住 儿子自己买房子呢 对对对 我那农村有房 有地吗大姐 有地 地现在就是租出去了吧 现在租出去了 一上来地儿 一上来地儿 那一年得租个一万多 这一万多钱嘛 这就是你的小圆 对就是小圆 那你带我去看看吧 你看看走吧 这是买房子带的吗 对对 买房子带的 大姐这都是你种的呀 那都是我种的 就葱要拔下来了 我这种蔬菜 种小薄草 那是茄子呀 对呀 那个是什么药 豆角药 这个是啥呀 这是草莓 你自己还种草莓 嗯 这草莓春天时候记得 这家都要种 再种点薄草 小白菜 你这有个圆的伺候也挺好的 对呀 这有营生啊 和咱大爷相亲的大妈 虽然收入上没有大爷高 但人家有房子 另外在农村也有房子 如果组成家庭的话 那咱大爷估计也没啥后顾之忧了 接下来就是安排俩人见面 我就吃自己种菜 还省钱 这全是绿色的 这小鸭给我吃了 给我吃一夏天的 但是我给他 还他爸那时候是一个人 以后呢 就有俩孩子了 过一年有俩孩子了 我就开始卖菜 都工大学毕业 就是姑娘儿子都是大学生啊 都大学生 都大学毕业 都大学毕业 我是一家人 途经一家门呀 咱大爷是养殖的好手 可咱大妈是种植高手呀 虽然园子很小 但各种蔬菜 可谓是应有即有 未来生活舍得 肯定是不发仇物呀 上学前 都是人家那时候结婚 都买的衣服 一只忙碗菜 后来就扔了 那得二三十年了 对呀 反正我这想着 父母能奋斗 就奋斗点 还让孩子创作了好的条件 我说我没文化 就孩子有点文化 都说农村别让我 是干农村活 这事他俩都考着去的 该理应都说 真行啊 就两个都一边熟起来 这个是我姑娘给我买的 你一般衣服啥的 也是姑娘儿子给的 对呀 儿子给钱 儿子不买给钱 过年过节啥的 都为我零花钱啥的 儿女一次能给多少钱 一次千头八百的吧 千头八百的 要说咱大爷是孝顺的典范 那咱大妈肯定是立志的典范了 虽然自个没有文化 但却用尽全力 把儿女们送出了农村 如今都在城市里面安家 也算是事业有成 咱大妈也是没有任何后顾之忧 要说咱大妈也是简单直接 在择偶要求上 也没有过于挑剔 只要求对方 稍微有点条件就行 毕竟凑在一起的话 大妈也没有工作 更没有退休金 只有农村地理收的住金 家种的豆角 我现在给大哥带去尝尝我的绿色食品 这太少了 不好意思 那没事 你那意思是摘的豆角 是给大哥摘的啊 这没有农药 没有化肥 太少了不好意思 你那没事 咱大姐的属于把它圆子里的都窄了 行 她走过去 那我得换点衣服 不能穿这个 你穿这个 太瘦了 太瘦了 那行大姐 我帮你选选 行 我帮你选选 就刚才那小裙就行 这个旗袍不行吗 旗袍 等会儿 这个 这个不用着 就这个 想穿这个 这行不行 这个是你平时比较喜欢的衣服 对啊 这个我穿那么好看吧 你穿行 大姐 完事了 完事了 完事出来了 好看 好看吗 这个旗袍是你平时出门就穿那个 对 就是正日场合穿这个旗袍吧 对 行 这挺好的 好吗 好 然后就穿这个 那走吧 走 俗话叫做千里送鹅毛 李星情一众 既然是相亲 那肯定不能空手来啊 对于当下的人来说 常见的礼物肯定是没有心意 而咱大妈所种的蔬菜 无疑成了不二之选 毕竟现代人都追求绿色健康呀 从外表就看就不够 没有感觉 这也不够 人员不行 就是心 讲上心意是没有那种 你感觉 心中的感觉 心中的感觉 对 这个什么 大姐说不好意思 你再接点 为啥呢 这是大姐自己种的狼狗耳斗 别看就这么点就霸园了 东西不在于多少 李星情一众 对对对 别人相亲的激怒 完全是这么开花结结构 而咱大爷大妈相亲 开始就是结束 俩人虽然刚见面 可都没有看对眼 大爷嫌弃大妈个子低 大妈更是直呼没演员 照这样相亲 咱红娘的操碎心啊 那就走 那你多没礼貌 大娘挺好 大娘 那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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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有一老就有一宝嘛 这挺好身体也好 多好啊 大娘 大姐之前也伺候过老人 做过保姆啊 伺候一个老人就是糖尿病 脑血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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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伺候好了 擦水又擦尿啥 端水端尿啥 是吧大姐 好啊 心不脏 哎呀 心不脏 不是说这个保姆不是说谁都能做的啊 需要一个性格好 这个我挺 挺佩服的 做些 行 搁着吧 搁着相中 你看我怎么做的你 你看你看是 是老人嘛 你说呢 对 年年到世人嘛 跟着做咱们家庆盈这站一会儿就可以 对呀 咱里是不是一样 对呀 跟老人一起 兴起平坐 那不可能的事是不是 虽然彼此都没有相中 咱这他相亲总不能白来啊 还是要多了解一番 毕竟谁相亲 也不是见面就看对眼 咱大姐的母亲看到大妈后 也是满眼认可 毕竟咱大妈一看就是过日子的主 啊 嗯 银瓶给她打一杯 她这个意图是就是这个意图 我 我得尊敬老太太 老太太接过来 接过来听听 确实丑不错 但是说实话 感觉好像不是我想要找 你想要找啥 我得找一个 我得尊敬老太太太 大姐多高 我一米五 一米五 一米五啊 对 既然大哥也这么说了 咱们也别往下 抱了 是不是 大哥也说说 对我个矮我是知道 对 我得尊敬 啊 才一米五 才一米五 不是 你去看他身体咋样 不是我三个问你 你俩打算生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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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多高 你说那就麻烦了 你个辣头 咱大爷这一番操作 连咱红娘都猛了 相亲落客时 还把母亲喊过来当旁听 看来相亲也得需要母亲把关呀 这下红娘彻底心凉了 本来以为咱大爷的母亲 可以当家做主呢 结果啥事还得咱大爷定夺啊 咱大爷的妹妹也知乎 都这个年纪还挑剔啥 难不成指望俩人有孩子吗 而咱老母亲也表示 都没啥可挑剔的呀 就得这么说 看 看起来看不了家 那个你好赖 还得说再出 这个岁数呢 我觉得各高各矮 这都无所谓 因为你想想 也不影响下一代了 也不生孩子了 是不是啊 而且大哥 大哥这头 一米六六 也不是特别高 大姐这头 虽然就是个头矮一点 但大姐这个人实在 过日子也行 是吧 人不错 你俩再老几句 我也挺着 你有没有退休啊 我没有退休 家有多少地 家有现在有八母地 我家孩子 他爸活的时候 我也毛了一种 一直煮出去 哦 对 原先就是 在饭店口正卖菜 俗话叫做大火烧竹林 一片老冠棍 毕竟都六七十岁了 本身的条件 也并不是特别的优越 再挑剔下去 当然会错过很多机会了 在咱老母亲的劝说下 咱大爷才勉强开始唠客 不过话里话外和相亲 都没啥关系啊 大娘的意思是 你俩唠了两句半 大娘的意思是 你俩唠了两句半 就也没往生出唠 大娘就是这意思啊 对 就是 已经没有那心动感觉 就我身唠的 没有必要 演员吧 不行 感觉哈 就没啥要细唠的 细唠吧 我唠一天两天 那好像从不了词 问寒问暖 这么多年 过来挺辛苦 是不是 你家弟弟没了 是不是 这些磕都完全可以唠啊 你自己唠 把这些心理话唠出来 它能产生火花啊 但是我感觉演员不行 那这些没有用 如同咱大妈所说 本来俩人都没有看对眼 而咱大爷还使劲挑剔 再继续相亲下来 不成为朋友 也能储成兄弟 所以咱还是脚底下抹油 撒腿就溜吧 这玩意吧 往往有的说吧 大眼不行 你听他唠嗑了 主要就是事上 人真的我说的都是实话 这玩意吧 就说是这个人好不好 主要就是事上 他事上要亮他 每方面都行 你看自演就就好了 自演就有演员了 如果你再瞅的有演员 他狗屁不是 干啥啥不行 吃啥啥不胜 完了出事事不胜 哎妈那是你再有演员 你哄演员去 现在也不需要干啥了 吃啥啥 做点吃的做点喝的 不能辣胖 挺好的 再烙了 爸 那你是啥意思啊大娘 你觉得大姐挺好的呗 是啊 是呀 我也加哈尔明是啥人 你啥眼睛 你能改变吗 你改变不了是吧 我才改变不了 对 那也是大娘的一片好心 对 这是一切 chop thinking 你对 你 mellan 了 你 伽